蝎子 滑稽 他说 两人必须亲密 是一种滑稽 竟是一种滑稽 终于明白 两人之间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他与他的差异是 他当他是一生的朋友 也只要他是他一生的朋友 永远不得越界 而他不是 他对他的情感与日俱增 又是是友情 长成少女后 寄托了所有少女情怀 更渴望长大成人后 与他一生相守相扶持 不离不弃 可是错了 全部错了 两人之间完全的南辕北辙 大错特错 他不想搂抱他 他想 他不想亲吻他 可他想 他对他从来不曾生起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的情怀 但他有 他对他的感情没有长大 没有转换 是他在自作多情吗 是他不该理所当然的 把满腔少女情思 放在自己最好的朋友身上吗 这一切 都是他的错 湘 官 姓 西 出版社 飞田文化 小说系列 喜从天降 戏 列 当红罗漫史008 男主角 严俊 出版日期2005年1月11日 女主角 米素星 其他人物 芳草 精灵 故事地点 大陆 西北 第一章 东近雪蓉春水流 枝头新锐香待放 旷野青波绿山头 好风好谁好天后 即日即时即时到 今儿个正是拢地第一要性 严家三少爷的新婚大喜之日 前庭贺客川流不息 带来的贺里堆满一屋又一屋 上自一家之宗主齐老 下至门房小铺杂役 每个人都忙得晕头转向 恨不得父母给他多伸出一双手 来指引眼下的乱框 忙忙忙 忙忙忙 每个人都各司其职 忙得连闲下来喘口气的机会 都没有 这其中 又已负责接待所有来客的总管大人 最为辛苦 诚日地站在大门口招呼来客 茶没能喝上一口不打紧 还得记住每一位客人的名字 了解来客的身份等级 给予最恰当的招待 切切不可有所插持 低身份当成大老爷招待 高身份的 反倒当成普斯给晾在一边 闹出笑话还不打紧 就怕得罪了 不该得罪的 那就万死难辞了 所以说 能当上颜家的大总管 又身兼颜家大老爷 最倚重的左右手 米士昌这个人 绝对具备着绝佳 且少人能及的本事 此刻 他方让门房 将一票二奶奶娘家的清卷 给安置到偏厅 换人通报北乡二房那边有客来 回头又要学回大门处 眼角不易瞄到一片衣角 从侧门边飞窜而过 没有多想 便扬声大喝素心丫头 你还不站 那衣脚一顿 不敢再走 但也不是很甘愿 千履唇退敲 所以就处在原地 没走 但也没走向总管 米士昌双手赋予后 向女儿走去 还没走近 就开始数落起来 你工作做得如何了 我不是交代你留在大夫人宅院里 帮忙招呼客人吗 你不留在那里 又想往哪去偷闲了 我 我没有偷闲的 阿店 大子来跟我换手 问我要不要去后院的麻场点看 那批新赶来的小马 子子说我挑马的眼光好 所以跟我换手 那名叫素心的丫头 起先还说得有点声虚 再来 就气壮了 那些马犯赶来的幼马 都富有仙代本 马的血缘戏谱 品质优劣立即可见 拿虚拟的眼光 别给自己的贪玩找借口 没有贪玩的 我真的要去帮忙看马啊 古空节捉鸡坏 乃抗皮路痛刮乱 一双小手不自在地抓着一杯扭着 不必你去凑热闹 有郡少爷在那里 谁还比得过他的眼光 哎呀 爹 我当然知道 郡少爷在那里啊 不然我做啥巴巴的赶去啊 这鹿皮靴的小脚气脑一堵 小女儿交代敬险他 就是想见郡少爷 才要去马场的吗 爹怎么还要明知顾问 郡少爷每天都可以看 不差在这一天 如果大夫人那边没事了 你就去厨房帮你娘指挥去 那些上菜 不菜的规矩 你总是得学 别以为你每天躲在账房 就可以躲过这些学习 你一个女孩家 成天跑账房像什么话 难不成你妄想学会看账 做生意后 就可以跟着你子夫出门收账 为什么不行 我和小儿一同跟子夫学算法时 我算得比她还快 够没锦炼奶因焰 米士昌攻起时只用力 往女儿的头顶 敲去 扣 哎 处 孤子凯巴便赢取谢奶 跟一个三岁的玩比算法 你修也不修 当然不修 祥儿虽然才三岁 可爹和老爷不是说她脑筋好 青出于蓝 将来肯定是个比子夫还出色的账房吗 为什么我不能跟她比 那你是自比三岁小了 真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米士昌叹气又摇头 拿这个门女的天真没办法 你这样子 我还敢让你嫁人吗 说到嫁人 米素星一张原本就红润健康的小脸 当下刷成一块新染的大红布 湿透透的 都快可以挤出枝了 哎呀 阿爹 您这是什么话吗 那个 那个 也是老爷做的主呀 人家 人家不知道了 比之于女儿的又修又喜 提起这件事的米士昌 反而是一脸忧色 老爷没有问你们两人的意愿 就擅自决定了 你与郡少爷的婚事 并当众宣布 思虑上是欠周祥了些 为了这件事 这半个月来 他简直是寝室难安 他应该先问过我们 也让我们为人父母的 得以先问问你的意愿 确定双方都同意 没问题了 再公开宣布 这才恰当 米士昌自幼与主子爷一同长大 两人情义深厚 米士昌性情严谨 思虑周密 补足着大老爷严永豪迈 粗犷性情下 所产生的大儿化之 是严家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名义上虽是主仆 但其实说是手足之交也不为过 米士昌在严家的地位 可说是仅次于大老爷严永而已 对于严老爷那日 当着所有宗亲 宾客的面 在酒喝多了 性之所致的情况下 莫名其妙宣布 六公子严俊与米大总管的孟女米 肃心于今日定下亲事 六月迎娶入门 这件事 米士昌已经私底下念过老爷妃 赤温 但却无法更改老爷的决定 这个老爷子 就是那妇孺二 当众决定了的事 就算明知是错也不肯改 何况老爷子说得很明白 他一直想让两家的子女 有姻缘上的地结 眼看米家三个子女 都已经嫁娶掉两个了 再不快先下手为强的话 但米儿说不准连最后一个闺女 也火速给嫁掉了 那她的心愿怎么办 听听 这是什么话 终身大事 岂可拿来如此儿戏对待 阿爹 您不赞成这件事吗 原本修不可疑的米肃心抬头 见到父亲脸色沉宁 心口也不自禁一沉 仰翘手 这些日子以来 不断地听到每一个人 对这件婚事的乐见其成 总是笑盈盈地对他直呼恭喜 他以为所有人都会为这件婚事 感到高兴的 不待父亲开口 就急急说道 俊少人很好的 爹 俊少爷会带我很好的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从小一起长大 我们无所不谈 我们喜欢的都一样 就连看书这种苦差事 我也学着去喜欢了 我们有时候 甚至可以不用说话 就知道对方心里正在想什么 这个 这里应该就是实力所说的 心有灵犀一点通吧 还有那个 丫头 我以为你跟俊少爷只是好朋友 米士昌眼底有着诧异 更有着忧心 他其实隐隐知道 女儿对俊少爷有着非比寻 木眉 但不知道 他的付出已然这么多了 多到让人忧心 所有的少爷里 我最喜欢他 故从谎成称 故枪拦冒坏妹 但讲出口的话 可全然不含糊 非定鬼行进后 约汗难囊 虽然阿娘一直叫他 要学着含蓄 要有个闺秀的样子 别老是指口执心的 哪一天叫人给利用了都不知道 遇到了心眼多的人 必得吃上一顿大苦头的 可他就是学不来啊 心里有话就直说嘛 做什么吞吞吐吐的 那谁猜得到你心里真正是怎么想的啊 就像他喜欢俊少爷 是很肯定的事 就不想骗人 他真的很喜欢他吗 自从老爷宣布 俊少爷与他的婚事后 他的心情 每天都像浸在甜甜的糖水里一样 连睡觉时都在笑 有天不小心喝了一口嫂子的安胎药 理应苦的想哭的 却觉得好甜哦 还有还有 他的肩膀啊 好像也长出两翼翅膀呢 走路都轻飘飘的 他都要怀疑脚底板根本没有踩到的叶 米士昌还想说些什么的 但大门那边喧喧闹闹的 好像又有什么贵客到来 不去忙是不行了 于是他道 反正你别再这么个大忙天 去找郡少爷就是了 快去厨房帮手去 简单交代完 就见那管事急急向他走来 边说明事情情况 一边已拉着他跑了 米士昌只来得及给女儿一眼 表示他最好乖乖做事去 别偷懒 没能再说其他的话 才没有偷懒呢 留在原地的米苏星 微倔着嘴咕咚道 虽然很想乖乖听话的 到厨房帮忙娘去 可是双脚就是不听话的 往马场的方向走去 这可怎么办才好 嗯那 去一下家就好了 跟郡少爷说句话 然后很快回厨房帮娘的忙 好 就这样 说完 脸上挂着甜甜的笑 飞也似的 往心之所系的方向跑去 毫无迟疑 也毫不愧疚 他们要偷懒的 只要看一下下就好了 看郡少一下下 马上就回来 最近郡少好忙好忙的 让他就算见到他 也没办法跟他说上话 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谈天说地了 见其 西目契伦 大宅又变回原来平 难 那他与郡少 就又可以在休闲时间 找个地方喝酒聊天说地 跟以前一样了 所谓的后院 其实差不多是半片山坡了 这片山坡养的马匹 全是品种一流的郡马 以及新生或新买来的幼马 阎家有上百名养马师 十名兽医师傅 而最优秀的 都被指派到这里 这里也是严家六少爷严峻罪 毫鲁母艺 他自小对马 就有非比寻 南四 由爱在兽医身边跟前跟后 看他们怎么替牲畜治 约何不判 多年下来 俨然可以称作半个兽医了 不过其他主子们 对他这种兴趣 相当的不以为然 本来嘛 对他们这种大户人家而言 替牲畜治病这种小事 自有手下的兽医去办 他们有更宏大的事业要做 四处奔走做大买卖都来不及 乃来的空去 成天磨在马厩里 做此等没志气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 虽然说没啥大志气这种事 实在不值得称道 但也因为六少爷天生的没志气 让其他人松了一口气 对待他的态度和和气气 全然没有防备 不必与他勾心斗角 把他当敌人看待 总之 他不是对手了 他藏六 又是三房所生 不是正事所出 本来增加业主岛权 就没他的份 可也不是没听说过 树出的儿子争出头 硬是把正事的嫡子拉下马 自己做正位这种事的 幸好六少不是这块狼子野心的料 也没这种心思 真是叫人放心 在严家这种大家族 家产可观 自是人人垂涎不已 而身为这种家庭的儿子 要不就资质出凡 能耐高超 雄心更要足够 再不就得生得平庸到底 没有丝毫野心 只求平平安安过一生 吃喝不愁就好了 显然 今年才十八岁的六少 就是那种平庸的人 成天混在马场里 看马养马 就是他最大的乐趣 自小就这样 作为不来的 而前些日子 大老爷秃 母碧辉 吕金软宗婉 乃男子凯按摩切 更让大伙在惊恶之余 更加肯定了 六少在老爷的心目中 伪时事没出息 没分量到了极点 才会随随便便给他配了个身份低下的总管之女 日后若要分家产 这六少绝对分不到优渥的持分 丰美的土地与性格 看他的婚配就知道了 虽然说 米总管在阎家的地位极高 又备受大老爷以重 也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被拢地所有妇人 公认是最出色的总管 但那又怎样呢 能力再好 再受以重 终究不托个仆子不是吗 再怎么没出息的少爷 总好歹是给人叫生主子的 怎么会配个仆人 当名媒正娶的妻子呢 没有人知道 大老爷心里怎么想 也许是大老爷笼络米总管的手段 当然更可能是那个手腕厉害的米总管 在私底下使了什么功夫 让老爷迷迷糊糊做下了这个决定 大老爷严永是个言出必行的众诺之人 就算心里百般后悔 也不会更改自己所说过的话 反正 总而言之 六少是取奴婢为妻取定了 每个人都在私底下窃窃窃说着 六少最近的郁郁寡欢 必是因为老爷昏昧地给他定下 这桩可笑的轻视 让他觉得羞辱 于是 向来温和的六少 心里不痛快了 又不敢反抗老爷 只好每天 往麻长跑得更勤 而且躲着米苏星 每次有他出现的地方 就会发现 六少不知道何时走掉了 这真是稀奇喝 六少与米苏星打小一同长大 两人情义深厚 一起读书 一同奔马 永远有讲不完的话 这是大伙都知道的 听说他们还有过好几次谈着谈着 居然不小心谈上一整夜 直到天大白财 各自回房呢 说他们是比手足还轻得知己 绝对不为过 除去身份上的不相衬不说 其实他们这些为人伙计的 还挺看好这两人 他们这么谈得来 相信若是做了夫妻后 必然会相处融洽 相知相惜 宛若神仙眷属 别说米苏星承寂了其父母 做事干练灵活的头脑 日后对丈夫的帮助 肯定非 再说到她的长相 她 可是严家牧场里 公认的一朵娇美香花呢 米苏星性格英气 飒爽好相处 虽说这样性情的人 女人味肯定是少了那么一滴滴 但优点 就是没有一般女人的小心眼 小家子气 凡是讲道理 非脚割 不过 再多的优点 若婚配得一方不欣赏的话 全是白大 眼下看来 情况真的就只有白大两字可以说了 六嫂当米苏星是好朋友 却从没把她当女人看过 也不愿意从今而后 将她当成女人看待 只是 就算六嫂心里是千百个不愿意好了 她还是只能乖乖地 在六月初 把米苏星给娶进门 谁叫这是大老爷决定下来的事呢 驼嘴李上下皆长四尺 所以这批小马 今年两足岁了 一个五官分明 长相俊挺的青年 对一边出题考他的兽医说着 很好很好 那俊少是否看得出 这批小马的凉冽如何 李兽医撵着嘴唇上方的胡姿 频频微笑点头 考人考上信头 索性把正在忙的工作放到一边 拉着六少在新近的这一批马间游走 然后 骑扁黄剑 目击拔石 被称为俊少的青年 正是最近被议论纷纷的 严家六少爷严俊 他身上具有汉与回湖相混的血统 这让他比其他异母兄弟的五官 更为立体俊阳 天生出色的容貌 这一瞧 越强患片黄鳄比嘎张闹低 都说 他是严家牧场里 长得最好看的男人了 没有一个少爷 比得上他的好容貌 纵使他在严家毫无权势 但他的美貌 还是足以让所有的龟秀神魂颠倒 什么也管不了的依偎过去 可惜的是 这俊少 善聪巧心圣里木婆 满眼只有马儿马儿的 对姑娘们 向来是赖也不赖上眼的 真是不解风情的冷 魅奔夜尼列狗运 此敌坏细薄挥贬 他眼里只有马儿 这是一匹善走的马 严俊低下身子 检查小马儿的四提 想了一下 说道 哦 你别只看到驼的提后 就轻率下判断哪 有些后提的马 根本就是奴马 你别错看了 驼的提后且坚硬 不乏踩的深镜 后提开如药意 由此可知驼是皮克 旅行长途的马 我说的对吗 兽医文言笑了 但笑的同时 也忍不住探出一声 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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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恐怕是没有什么好教你的了 郡守 我所有的医书你都看遍 你跟在我身边多年 经验上的实练 你也不缺 再没多久 龙舟第一兽医名头 想是非你莫属了 不过 郡守 以你的家世 要是真成为第一兽医 并不能称得上是件光彩的事吧 再怎么了得的兽医 一年的星想 也不过三十两 三十两对一般寻弃私医词 算是非恶配 可以让一家子 过着一暖十足的日子 可严家不同 这严家大户 每做一次买卖 都是百两千两的技术呢 少爷们每个月的阅读前 听说至少都从五十两往上起算 五十两可是兽医工作两年 才挣得到的数目呢 所以说 纵使郡少是个很有天分的兽医人才 但当兽医 却不是他该走的路 没有人会同意他的 严峻轻抚着小马 年少俊廷的面孔上 有着难以言明的无奈 他的问题 从来就不是兴趣 无法成为被家人所认同的职业 而是 这时 一阵啪啦啪啦的脚步声 向他们跑来 人味道 声仙道 正是守在门口的马夫阿 土本兄 郡少爷 郡少爷 你要不要先走了 我远远看到米小姑娘 把这边跑来了 定是在找你 你不是躲她吗 要不要从后门先走 我们会跟她说 你早就走了 被马夫阿 母照旁响葱黄绿 整间马舅的人都千帅直扣木 目光一致地往严峻身上 看过来 有怜悯 也有看好戏的意味 严峻一双浓眉微微锁 木柳油脂母便还取门飞肥 瞪翘卢竹诺家 但他知道 一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尤其当昨日不经意听到几个奴婢 开始讲起肃心的闲话后 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 这一阵子因为沉浸在自个儿的心事里 无法多想其他 竟让他陷入了被嘲笑的境地 心中深感过意不去 既然知道了自己的态度 让最知己的好友委屈了 此刻他又怎么能顺从心中之所愿地转身就走 让肃心的笑话又添一桩 何况逃避了这么些日子 纵使人没想出什么两全其美的法子 他也确实该好好地跟肃心谈一谈了 他没有动 毅然静静蹲在地上 小心梳理着幼马的踪矛 决定让肃心找到他 他这举动让众人诧异不已 怎么六少不走人了吗 他不是夺迷小姑娘夺得紧 难不成六少终于想开了 终于决定任命地接受老爷的安排 娶个总管之女为妻 马就里不寻 木啪 是大伙都能很清晰地听见 米小姑娘跑到门外 气息微喘 但声音依然爽脆明亮 就听他问道 王叔 君少爷有没有在这里 有事有了 可是他在忙我想你 还是不要去打扰 他好了马就外的老马父王叔 是个老实人 性情也古板 总觉得女孩子家成天追着男人 跑实在不像话 更别说 那男人一点也不想见他了 我只跟他说一会儿话 不打扰他的 我进去了 米苏星不是没见到这些人 眼底的不赞同 但他真的有事找君少吗 这些天来都没机会说上话 他特别请朋友寄来的医书 都在房里放了好些天了 却总是遇不上他 要不是为了想看他拿到舒适开心的表情 他才不想没事跑来这里 让这些大佬粗笑话呢 他当然知道这些日子以来 大家是用什么眼光看待他的 说吧 正在走进去 就见到君少正向他走来 四目乍然相对 他目光平稳 而他也是 但双颊却不争气地 偷偷红了起来 摩 自从他们定亲之后 他高兴归高兴 却在见到他时 不自禁地扭捏起来 真是丢人啊 振作一点 振作一点 米苏星 你又不是那重养在深归 没见过世面的娇滴滴小闺女 大气一点 不要脸红 不要紧张 这人这人除了多了一个未婚夫的身份之外 他更是跟你一同长大的知己好友呢 两人的情意没变的 而且还更加亲密了 十六年来 跟他腻在一起 从不知道害羞为何物 没道理 现在开始对着他害羞起来 所以 他一定要振作 要若无其事地 跟以前一样 你找我 严峻站定在他面前 声音轻轻地 滴滴地 温柔而好听 是富适合唱歌的嗓子 他好喜欢他的声音 简直比最昂贵的唇酒还醉人 对 不过你再忙 我不会打扰你太久 现在不是 沉醉在他嗓音里的时候 摇了摇头 道 这是我托杨州的朋友 替我搜罗来的医书 他把怀里的大包袱 塞到他手中 这些书卷的重量 尾时不容小觑 交付之后 他双手甩呀甩地 想把酸痛感给甩掉 虽然他力气 比一般女孩强上些许 但抱着一堆书 跑那么远的路 也是很累人的呢 东开派直东荡 这些书大多是从京城买来的 不过全国各地所出过的 有关于一性的蒙缺缺奶 应该都没有遗漏 虽然说没能买到太普寺 院马寺等官方的书籍 没办法 他们这种书不外传吗 但这么多书 也够你学成一代一马宗师了 肃心严峻打开包袱 呆呆看着数十卷书 在龙舟这种谈不上文化又地处边陲的地方 想买到一卷书都数苛求 更别说医书了 然而 肃心却有法子 为他找来这么多 这里的兽医 大多是一代一代以口述的方式传承给徒弟 虽然经验可贵 但却无法有更新更好的技术 来培育畜种 而对于本来就束手无策的马温 则永远的束手无策 所以 严峻对所有医书 有着配勇的渴望 不止一次跟肃心提过 没想到他居然有办法帮他找来 他待他 一直是极好极好的 他知他 支持他 从不以为他的理想是没出息的事 永远忠实地支持他 不管他这种执着是否正确 肃心是他的知己 他此生最重要的朋友 他太重要了 如果没有他 他想他这一生 将会过得非单袍石 非 木拍 所以他不想变 不想改变现况 不见脚说那驼欧皇 叱咤熏破道 然后 得到一个妻子 然后 失去他 他能了解他的恐惧吗 如果他把这份心事告诉他的话 他能了解吗 好了 我得去忙了 要不我爹一定会骂我偷懒的 刚才我已经被他念过一顿了 不想晚上吃饭时 又再挨一次 骂今天宅里大写 饭菜已经很丰盛了 我见仙司一烧运成贼他 别用骂人来替我家菜 他吐吐蛇 见他呆呆地看住书 也不回应他一下 想来此刻定是恨不得 马上找到地方看书去吧 谢 他开心就好 就算不说话也没关系 反正他心里也怪别扭的 想不出可以说些什么 重要的是想见到他 也见到了 转身要走 不易却被他伸手抓 忧妥吃俏 怕耸磨利黄 就见他像被烫到一般 跳得老远 双手背在身后 呆呆地瞪着严峻看 你怎么了 严峻不明所以 不知道他怎么会吓成这样 被碰到的地方 麻麻的一夜 这是怎么回事 他心跳得好快 同时又感到好纳闷 没没有啦 你抓 抓住我 是有什么事吗 还是说你 还想看哪方面的书 你尽管说 我请朋友寄过来 不是的 这些书就很多了 谢谢你 我只是 有些话想跟你说 如果你现在正忙 那我们 约个时间谈一下如何 你几时有空呢 现在 沟碧鲁迅 浊青偶云 善露目松车 追焦盼仆搜 他跳回严峻身边 扯着他的袖子道 我现在就有空 我们走吧 严峻忍步 黄南苏鲁河狼河 被他道 你确定 等你被米叔念了 可别怪我 到时候再说了 共还一还 爹想骂人 就让他骂吧 拉着他 两人往小山丘上走去 山丘上有个池 池边开满了花 春雪已融得差不多了 运气好一点的话 今天说不定 还可以在池里咬小舟呢 走了 聊天去 第二章 那是二少他们呢 要到山丘顶上谈话 得走上一段路 这段路说远不远 说近不近 若是特地骑马过去 实在嫌小题大做了些 以双足快走的话 得用上一两刻的时间 不过他们这种 生长在龙地的儿女 向来就没娇生惯养过 角力强健的景 这点距离不算什么的 他们两人正要穿过一片林子 就见到林子内的不远处 有两个人正在争执什么 声音挺大的 我们走吧 顺着米苏星的仙旨看过去 果真看到了自家的二哥 与二嫂 但并没有走过去打声招呼的意思 只拉着他手 人往上走去 他们在吵架吗 这种好日子 大家不应该开开心心的吗 有什么好吵的呀 米苏星不懂 虽然没有抗拒地被严峻拉着走 但还是不断地往那边看去 主要还是压抑着 这对向来恩爱的夫妻居然会吵架眼 二嫂颜奔与他的夫人赵娇梅 可是打小只赴为婚 且一同长大的青梅竹马呢 因两家有生意上的合作关系 长辈们又十分娇好 所以打小赵娇梅就住在颜家 与颜奔朝夕相处 感情无比深厚 三年前给他们办婚事时 大家都说 他们两人简直是天作之和 再没有比他们更株连毙和的人了 原本米苏星也是这么认为的了 不过 今天才知道 即使是公认的神仙眷侣 也是会吵架的呢 而且 吵得可凶了 郡守 我好像听到他们在说 老爷不公平 上次他们的婚宴没办得像这次这般盛大 还说什么 不想等所有兄弟成亲了才分家 会分掉他们很多该得的好处 米苏星不大敢相信 自己听到了什么 颜家 在拢地应付三代 应历代都是单传 所以也没什么分家的事可以说 虽然说第四代的子孙开枝散叶 茂盛昌 兵行且止一怀 但大老爷尚健在 此时就谈这个 太不恰当了吧 忘掉这些话 颜俊没有回头看他 丢下这句话后 脚下步子更快 两人几乎是以跑步的方式 穿过树林 到达山坡上去 米苏星从他的反应上 明白自己并没有听错 也深刻了解了一件事 这些童年玩伴都长大了 长成大人 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单纯的软 一暖时风 成天有的丸 亚幻脆幻顺度 他们进入了争权夺利领域里 玩起了更惊心动魄 更为斩脑窝 这让人觉得好感伤 大家都不一样了 郡少 你好像一点也不意外 嗯 他只这么打 走到山顶的池子边 他放开他的手 开始脱靴卷裤管 当然是要下池子抓鱼去 如果现在是凉爽的夏天的话 他当然二话不说的 跟着郡少跳下池子玩玩 不过现在冬天才刚过 雪都还没溶进呢 他才不要下去挨动 照理说 生长在大西方里应不怎么怕冷的 可他生来就是怕冷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看他若无其事地走进池子里 他忍不住戴维打了个哆嗦 已是池水的寒冷 郡少打小 就对牲畜的养育很有兴趣 也学得飞 这池子里的各种鱼儿 就是他放养出来的 虽然繁殖的不是很多 但好吃却是毋庸置疑的 以前米苏星最讨厌吃那种 虽然贵得要命 却腥臭不已的鱼干 以为全天下的鱼 就是那么难吃 还可怜着那些 专世生产鱼米的江南人呢 想说他们天天吃鱼干 怎么受得了 可自从去年吃到郡少 好不容易饲养成功 并烤给他吃的 香喷喷新鲜鱼儿之后 从此 鱼肉成了他最爱吃的 真修佳肴第一名 恨不得天天都可以吃到 可惜 这儿不是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 想吃鱼 不是买不到 但那价格可真是贵到 让人折舌 想到等会儿 可以大胆好吃的鱼肉 他也就不急着 问郡少问题 也非折成瓶末 迅盖着尾卢木车 追焦盼卢仆 多去捡些柴火 回来烤鱼 才是正事了 等他生好一簇熊熊的火时 严俊也抓来四条肥美的大鱼 正在清除鱼的内脏 哇 吃完了这些鱼 我们晚餐不必吃了 故唐送探业 把围在妖西的方兜片解下来 给严俊擦拭湿冷的手脚 接过他手上的鱼 插上树枝 放在火上烤 严俊被他开心的表情 感染出一丝笑意 默默穿好靴子 双手放在火上烤 他一向就不是多话的人 在兄弟姊妹间 他向来就是最安静的那一个 若不是他混着回狐族的出色五官 实在太吸引人的话 他肯定是所有主子里 最不起眼的人了 他不是不爱理人 只是话不多 有时跟他讲了老半天话 也不见得能得到 他等同热血的响应 所以 其他话多又活泼的兄弟们 便没什么耐心跟他玩 凑浪化饶纸粮 有什么顽皮的事 也不会找他参与 随他一个人玩去 可是严俊的沉默 在活泼开朗的米苏星眼中 看起来却是不一样的 他很敦厚 性情沉稳 当别的少爷成天在玩时 他就已经在墓 卷塞谋 努力学习了 没有人要他这么做 身为龙舟第一墓场的少爷 每天锦衣玉石的 在严家办事跑腿的火鸡 何止上千人 哪还需要他 这份尊贵的人力帮手 他唯一的功课是 学做大生意 而不是泡在自家马厩 成天做着粗活 每个人都这么想 只有米苏星部 以买卖牲口为银生的人 怎么可以不了解牲口 想要谈成大生意 大把大把地赚进银两 总要养出比别人更健壮的牲口 才得以 卖得比别家牧场好吧 不然凭什么去与人竞争呢 全国又不是只有严家一户 在经营牧场银生 随随便便养出牲口 买方就非买不可的 所以他觉得严家有人愿意进入牧场 跟着蒲异做粗活 是非 没难换 虽然说 可知识的蒲异那么多 可是当主人的 若完全不了解工作的内容 如何进行监督 如何评定每个人工作成效如何 又要如何判定优劣的考核 公平地给予讲成 才是让牧场经营的更好的力量 对蒲异的绩效考核 一旦失去标准 无从认定 那这座牧场就完了 养了一大堆人 不过是养来败亡这座牧场而已 一千名的能手 可以让牧场裁员广纳 一千名的舵手 却足以让最最赚钱的牧场 在一夕之间 垮掉米苏星并不大了解养马的事 但她是米士昌的女儿 对人的管理 有着深刻的体会 这一点 她的想法与严俊不谋而合 俊少爷在几年前跟她说过 她观察出来的隐忧 她发现 严家牧场的牲口品质 已经不是龙弟第一了 她是不大了解她 从何而来的见解 因为中原来的商人 总是第一个造访严家牧 扎侠业牧债偏惶 可是俊少爷这么说 一定有她的道理 她反正就是 挺她到底 这宅子里 最了解俊少的人 如果她认了第二 肯定没人敢认第一 所以他们是天生一对 当夫妻最恰当不过拉戏 如果爹娘听到 她心里的想法 一定会敲她的头 大声斥责 她不害骚的 她的沉默对她而言 毫无妨碍 再等于考好的空档 她自行想了好多好多事 一点也不必俊少搭理 只要她不想说话时 她就会给她完全的安静 俊少只要知道 无论如何 她都会陪在她身边就好 好了 你快趁热吃 严俊将最大的那条鱼 递给米苏星 她最爱吃热乎乎的食物了 可能是怕冷的关系 只要食物冷掉了 她就会哇哇叫 谢谢 俊少 你也吃吗 她很快地张大嘴吃了一口 完全没有 甚为严师牧场一朵花的自觉 动作飞 轴力揽 不知娇柔秀奇为何物 严俊点头 也取了条鱼吃 在这种忙碌的日子 实在不该跑来山丘上 做这种事 原本她也是没这个打算的 只想恳切地 跟素星好好谈一谈 那件放在心底苦恼了很久的事 谈完就要回去了 可是一上来这儿 就不免想到这池子里养的鱼 正是她的最爱 这些鱼儿养了一年 如今正肥美 不烤给她吃 说不过去 所以 当她发现自己 浪费了许多时间时 鱼儿已经上架开始烤了 我们吃快一点 这种偷闲出来吃鱼的事 切切不可以 让大人知道 不然我的头又啊 被我爹敲着完了 他很快吃完一条 又伸手 取了第二条 脸上的笑容好甜好大 就算沾了一脸的油渍 还是没得紧 我不是为了烤鱼 才带你来这里的 她的胃口没有塌好 毕竟心里有事 而这事 再也藏不下去了 哦对 你好像有话要跟我说 她点头 这些日子以来 为了忙三少 要澄清的事 我们都没空见上面 说上话 我也有一肚子话憋得紧 一直想找你说说的 好 你先说说 你想跟我说什么 正忙着吃 如果现在抢着说话 考虑一定马上就冷掉了 苏星 我严峻顿了一下 想躲开眼的 却逼自己 一定要指示她 我一直无法 将你当成妻子看待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和我最好的朋友 结成夫妻 对啊 刚开始我心里 也是觉得怪怪的 不过经过这些日子的适应 我习惯后 其实心里好开怀 可以跟自己最好的朋友 当夫妻 真是再好不过了 她猛点头 脸蛋悄悄地红起来 不想给她看到 觉得羞 于是低下头装 坐正在挑鱼刺的样子 苏星 我没办法适应 她浓眉无力地宁着 看到她害羞的样子 心里正在发慌 也疼痛了起来 如果可以 她不想再说下去 但如果她现在止住了口 不去抗拒地 依从别人的安排 那么事情 就会发展到 不可收拾的情况 她与她都不会快乐的 呀 米苏星顾不得害羞 听出她声音里的悲伤 急急 抬头看她 想知道她 发生了什么事 恨不得可以 马上帮她分爱谢某招 你怎么了 阿俊 在阎家 主仆奋纪很是分明 因为米总管 是个很讲究规矩的人 小时候 她常叫她阿俊的 后来在父亲 屡次苦口婆心的纠正 其实是打她手心 下 她改口了 从此叫她俊少 可是有时候 她还是会脱口叫她阿俊 只要她觉得 她需要她的 支持鼓励或帮忙时 她会叫她阿俊 让她知道 两人是同一国 不离不弃的 素心她看着她 开口说话成了一种艰难 但还是咬牙 将话说出口 我们不要当夫妻好吗 我们不要当夫妻好吗 请你听我说 我们别当夫妻好吗 不 不是我不喜欢你 我喜欢的 但喜欢并不表示 就得当夫妻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一定会了解的 你仔细想过了就会知道 我们的友谊 不该毁在夫妻生活上素心 求求你别哭 我不想让你哭的 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太珍惜你 太珍惜这段情谊 所以才不见黄寡赏诈 我们不要成亲 就当一辈子的好朋友好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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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好朋友 不可以当夫妻 她说不行 可她想不透 为什么不行 为什么她说 她就是太喜欢她 所以才不想跟她成亲 但她也是因为太喜欢她 所以觉得 两人能结婚 一辈子生活在一起 真是太好了 为什么同样是出于喜欢的心情 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她不知道 她想的头都快破了 却还是想不透 这其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严峻说 她是她的知己 而她曾经也是这么自得地认为着的 可是如今才发现自己 根本不是她的知己 因为她一点都不了解她 至少她一辈子 也想不透 如果她真有她说的珍惜她 那为什么会觉得 两人不该结婚 她真的喜欢她吗 那这种喜欢 未免太过伤人 是她太年轻 所以没有深沉的智慧 来参透她高深莫测的想法吗 可是俊少也不过才十八岁 大她两岁而已 犬切 那她也是 她最好的朋友不想娶她 这让她心好痛 这半个月来 庞佛踩在云端一般的日子 在昨天轻易被俊少的一番话 给打落地面 跌得满脸尘土 满心的痛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里的 也不记得 昨天有没有遇到谁 让谁看到了 她泪流满面的情况 她趴在床上 活都不见了 除了流泪之外 什么感觉都没有 像是死去了一般 有人在敲她的房门 想是娘来叫她起身干活了 天亮了 她知道 自己的眼睛红肿得可怕 她也知道 该出门做事了 她更是明白 既然她每月 都从总管爹爹手中领过月响 当然得做事 她不是千金小姐 虽然跟小姐 少爷们一同玩到大 但她还是一个小奴婢 纵使她自认 是某位少爷的知己好友 但身份并不曾提高过她的身份 是由双亲的身份而定的 以前她就知道这个道理 也不曾羡慕过那些少爷小姐的好身世 因为她是个开朗知足的人 得意着自己 父母亲是严宅里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对自己一暖时风的生活无比满意 根本没想过要当什么高高在上的主子 反正大家都玩在一块 什么主子仆人的身份阶级没看在眼内 觉得没差多少吗 她的阿爹会在她顽皮时 拿藤条打她手心 老爷子也会在教训儿子时 拿家法打得他们滋滋叫 形状还更凄惨脸 所以小时候她觉得没差 但还是有差的吧 长大了就有差 一旦有着利害上的攸关 身份上的差别就明显了起来 郡少莫非是嫌弃她的出身 她用了一整夜想来想去 心思钻了又钻 愈想愈气 也愈想愈伤心 最后只能恨恨地 以这句话做结论 她不想娶仆人的女儿 就像这些日子以来 所有仆人在窃窃私语的那样 她觉得 娶一个总管的女儿配不上她 所以才要她当她一辈子的好朋友 不要当她妻子 因为朋友是一辈子的外人 永远不是家人 对 一定就是这样 她看不起她 她看不起她 所以不要她当她妻子 严峻全是这种人 她认识她十六年 自认为知她懂她 也寄托了所有少女的情怀在她身上 尊敬她 喜爱她 不管是非对错地支持她的想法到底 因为她深信 全天下再也没有人比她更了解她了 可如今才发现 那只是自己胡乱地以为而已 她不了解她 可能从来没了解过 她是个自以为是又瞎了眼的笨蛋 素心 素心 你醒了没有 外头拍着门的 果然是她的娘亲 没得到她的响应 于是嗓门大了起来 门板也拍得更大声 我起 扬声想发出若无其事的声音 却发现根本做不到 她的嗓子哑得像是被塞下 一把沙子似的 每出一声都痛得紧她 努力清了清喉咙 想让自己不要那么凄惨 娘 我起来了 但还是好沙哑 这是哭了一整夜的结果 原本清脆的声音不复见 你开门 让娘看看你 米大娘在门外说着 可不可以不要 她跌跌撞撞下炕 想洗把脸的 但水面上印出一张惨不忍睹的丑脸 让她决定 今天一整天都不要出门了 让人见到她这软 她宁愿跳进冰冷的白龙江里去冻死算了 你给我开门 孤壮于昆杀孩情也赖难难 抬脚踹了门板一下 以示警告 意思是 她不开门也没关系 反正进门的方法很多 她自己好好考虑清楚 米苏欣一向非戒雷约喊二时 简哪句 狠实实物地拖着脚步去把门打开 米大娘不让女儿低头躲避她的审视 伸手握住她下巴 出言问诊 你昨儿个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害你哭了一晚 我才没有呢 没有 那昨夜我跟你爹听了一整晚嘻嘻呼呼的声音 莫非是闹鬼了 你少在我面前装样子 要不是你爹 要我给你时间冷静一下 我昨晚就冲过来问你了 闺女 你可得老实对娘说 你昨儿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没事了 一些话直觉地滚到了嘴边 却迟疑了一下 最后说不出口 于是以没事搪塞过去 想转身走开 但娘亲的力气太大 又没放开她的打算 她只好求饶 娘 你放开我 我得出门做活去了 没事 你当我会信 孤壮于莫坏戏才怀胸坠怕 我养了你十六年 小时候你跟 郡少一同跌进山丘上的那个池子里 差点溺死 给救上来后 哭也没哭一声的 我跟你爹都说 你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 生来就特别坚强 比男孩子还要得 可你昨天居然哭了个惊天动地的 叫我们这些为人父母的 怎么放心得下 你以为一句 没事 就可以打发掉我们这些可怜的天下父母心吗 郡 哎呀 娘 我不知道这是该怎么起口 你别逼我说了 你跟郡少吵架了 米大娘很直接地问道 开不了口 那就由她来开口 他们当父母的 怎么会不知道 自家这个傻闺女儿 整片心思 就只要在那个郡少身上 因她而喜 为她而忧的 我妹 那样 其实也算是吧 于是改为点头对 两人谈得有点不愉快 关于婚事 米大娘又问 米苏星咬了咬唇 看着母亲问道 娘 你们是不是早就看出来 郡少根本不想娶我 米大娘愣了半赏 说道 我是不知道 郡少是不是想娶你 可我其实不见群 多过侠夜顾轻表 边说边轻抚着女儿的眉眼 心疼着这么灵动活跃的一双大眼 今天肿成这副狼狈情状 为什么 米苏星心底一沉 这些日子以来 镜子沉浸在甜美的订婚喜悦中 以为每个人都会 因为她的快乐而快乐 对她的婚事充满 但如今才知道 那只是自个儿单方面的想法 她似乎总是太自以为是 也什么都猜错 女儿 婚姻是极为现实的一件事 不是艰辛说着 喜欢就足以阻挡一切现实的折磨 你想嫁她 可我不知道 郡少是不是想娶你 在我看来 她的被动 将是你以后的苦难 我们当父母的看了 多不舍啊 郡少向来就是比较少化 可是她对我很好的 她只是不善表现出来 你们不知道 她是不善表现 还是对你不用心 米大娘不客气地打断她 她是 如果在昨天以前 她可以滔滔不绝地说着郡少的优点 说个三天三夜也不会累 但在今天 她想说 却说得力不从心 只能哑口结舌 她是灵牙利舌的 她是脑筋灵动的 有时候就算是满口狡辩胡周 也能把别人说到无言以对 让爹亲骂她一声鬼丫头 可现在 她这般简单 就被娘亲赌注化 因为娘亲的话 此刻也成了 她心里浓浓的疑问 郡少是真的不善表现 还是从来没对她用心 你喜欢她 大家都知道 但郡少喜不喜欢你 大家都不清楚 你好好往这方面想一想吧 郡儿 这两天怎么没见素心来我这串门子啊 朱师好纳闷地问着 前来请安的儿子 他应该再忙吧 忙完了三哥的婚事 光是清理宅子 就得花上好多时间 他得跟在一边监督 真是难得 他都快成为你的媳妇了 还愿意忙那些事 你知道 有些小丫头就算被收房 仅是当的事情小妾 就当自个儿是当家主母来着了 素心这孩子实在很好呀 你知道娘身为外族人 在这个家都没个亲近的人 我多高兴老爷给你定下这桩亲事 有这种媳妇 也算是我的穷 之前我还泡沐贤 红霸 鸾音辉 那些汉族千金我可不爱 看看你大嫂二嫂 这几年逗得多凶 本来一团和气的手足情 都给这些媳妇分化殆尽了 身为草原儿女 朱氏永远不习惯 汉族人那种高深的勾心斗角本事 而她的不争 也让她的日子得到清静 极少被那些争权夺利的事波及到 虽然属于家族里弱势的一群 但她倒也能自得其乐 娘一直很喜欢素心 严峻将煮好的奶茶成给母亲 当然 她能干利落 性情坦致大方 跟她相处完全不必防备 加上她一颗心都在你身上 日后定是你的闲内住 你这孩子不爱争 又没什么野心 日后分家 总要有人可以好好管理 你分得的那份产业 素心是最适合你的人 顾黄贤约合脑赤胶 调永带 直接服侍职耐练 但看好素心 以及她那些能干的家人们 必能将那些产业经营得极好 母亲的说法 让严峻不自禁明媚 娘 你只是觉得 素心可以帮我管理家业 所以想要她这个媳妇 这也是她的优点 不是 我喜欢她的好相处 没心眼 而她的能干 当然是最有利于你的了 别人娶妻是看她身后的家事 但我觉得这媳妇本身的能力 才是选择的要点 所以 你爹跟我都觉得 素心当你媳妇 再适合不过了 那是说 如果今天素心不干练 没能力 只是一般会刺绣纺织的女孩 那她就不是我的良配了是吗 可素心明明就是一个干练的女孩 你做啥要问这种相反的问题 朱氏不明白 儿子在胡思乱想什么 他看着儿子宁眉的软 突然有些泡母耐食 俊儿 你莫非不喜欢素心 我喜欢她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她对她的情谊 是毋庸置疑的 朱氏松了一口气 那不就得了吗 看你这神情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你不喜欢她呢 要知道 你们是多么幸运 有多少夫妻 在根本不晓得对方长相性情时 就结成夫妻 一生一世相守在一起的 你们两人互相了解 志同道合 能成为夫妻 可说是老天后爱 严峻望着母亲的笑脸 本来想说的话 当下全梗在喉咙 再也发不出了 她如何能在母亲这么欢喜的面孔下 说出她 见灰或即想排资旅 该怎么办呢 对于这件婚事 她该怎么办 如果所有人都认为她 该与素心成亲 那她一意孤行的抗拒 是不是一种无可饶恕的错 她喜欢素心这个朋友 但不是男女至情的喜欢 虽然她不知道 男女至情的喜欢 该是什么软 但一定不是 她跟素心这样 她见怀仓油翘闹 不要当她身边 那个正日叨叨念着要分家 家产分得太少 不公平的那个女人 在18岁的现在 她渴望许性还原当貌 并深深认为 婚姻这东西 是一切和平的破坏者 但这心情 她能跟谁说去 素心 她的知己 可她一定 还在生气吧 米素心最近好忙好忙好忙 再也没空像前阵子那样 有机会就追在郡少后头找人 让众人看突然的是 这一会儿追在人家身后跑的 居然变成了严峻 素心在这儿嘛 她开口的第一句话 通物轻轨 她好像在厨房忙着 小丫头们眼嘴偷笑 指向厨房的方向 到了厨房 却听到咕咕直笑的厨娘们说 郡少 方才莲祥那小丫跑来这儿要吃的 被素心抓回账房 交给她子父看管去了 到了账房 那儿只有米素心的子父连春日 以及那个三岁小丫莲祥 不见素心 老是敦厚的连春日 骚了骚头说道 我方才交给她一封信 是江南寄来的她 开心地跳起来 说要跑去没人的地方 好好看信 月 随那封信一同寄来的 还有几卷一书 素心要我交给你 说吧 把一个小布包交给严俊 结果是 今天还是没找到素心 但所有人都知道 他最近像个 忠于情斗初开的小伙子 成天追着欣赏人跑 许多见到他的人 脸上都带着笑 像在欣赏什么好戏似的 总要笑话他 几句才放人 严俊没有笑的心情 他只知道 素心还在气他 不想见他 可 纵使气他 却还是不忘为他 买来他最想要的书 手里紧抓着他 为他死 至少五年 最多十年吧 真久 还好吧 学习的日子 一下子就过去了 说到他最喜欢的医术 马上心智高昂了起来 那你大概会在京城 娶妻生子 一锦还乡吧 谁想得到那么久的是 他已煮好一小盆的热水 走进他道 你金子都湿透了 当心着凉 快过来用热水洗把脸 别顽皮成勇 顺手就要接下他脸上的布金 但被他躲开了去 嘿 你还玩 寡侠来囊皇 就要扑过去抓他 米素心在地上滚了一圈 只想着要躲开他 却差点滚落江里 兴而严峻手快地捞住他 两人向蝶定在江边 差一点就要掉下去 金子掉进了江里 但他手一抓 又让他湿淋淋地召回脸上 你是存心想的风寒是吧 他无奈地问 想搬过他的小脸 亲自没收这条金子 他躲着他的手 整个人往前清好一个巧合 就在金子落下一半时 他撞着他的脸 隔着金子 他的唇与他的唇 撞在一块了 四目愕然相对 不知如何是好 他们当作没有那回事 但其实都尴尬了好一会 无言地坐在火堆边烤火 直到天气又变冷了 两人才默默起身打道回府 晚风轻吹 远方天际先来黑帐 漫天张开 天色马上就要没透 严加辽阔的牧场已然在望 两人放慢了策马的速度 米苏星领先严峻一个马身 蓄意架在他前头 好让他无法看到他的表情 才开口问他道 郡少 你很肯定 我们之间只是知己情分 全无男女的情爱在里头 但你又从何判定起呢 如果有一天你要娶妻了 你怎么会知道 对那女孩的好感是来自于朋友之情 亦或是男女之情呢 严峻不爱她 不想娶她 事情就这样了 着实没有再追问下去的必要 他心里是知道的 既然他未来的妻子不是他 那么他的婚事 就再也不干他的事了 但这些话 就是忍不住问出口 胸口满溢着的不甘心 让他还是想问 非力一忧 他知道 可是他没有办法 有没有可能是他搞错了 有没有可能 他是喜欢他的 但他不知道 固执地认定 两人只是朋友 严峻想了一下道 苏星 也许有一天我会娶妻吧 但应该不是因为 我对他有男女之情的关系 我认为 夫妻之情 应是一种和平相处的情分 彼此都带着一点感激 最好不要掺杂爱情话又说回来 可能是我觉得 那种东西并不存在 只是一种幻觉罢了 所以 就算我娶妻了 也不会有分辨上的困扰 你不相信爱情 他压抑着这个发现 我相信 但那东西 不会存在于生活中 至少对我而言是 乱讲 我爹娘很恩爱 我大哥 窝子他们都是 跟喜欢的对象澄清 他们也过得很好 我相信 世上有爱情 那真好严峻 没有反驳 忠心 剑凯霸行注意 包脚献内心 过着性 那 相信爱情 并且得到 米苏欣没有回头 不必回头 就猜得出严峻线下的表情 对他充满 五谋啦 他一向欣赏他的乐观 却又太 两密约汉谋和略黄几谋 以前觉得 两人这样截然不同的性情挺有意思的 但现在不这么想了 甚至感到有点生气 或许就是这样 他们于是 走到如今这种结局 他爱他 可他不爱他 还认为 他只是误把友情当爱情看待 要他清醒 严峻 他叫他全名 嗯 你是一个呆子 他静默不应答 想来正在猜测 他这句骂是开玩笑 还是当真 他清了清喉咙 深吸一口气 接着说道 好 如你所愿 我们不成亲 我不嫁你 我会帮你 让你无事一身亲地离开这里 安心到京城 去完成你的梦想 这是我身为你的 知己好友的最后道义 不管我其他情感 因你而受了多重的伤 为此心里有多么怨你 但 这些都没让我忘了 我是你知己好友的事实 肃心严峻想要开口 可他不让他说 我会为你做两件事 而这两件事 是你目前最需要的 第一件事 我不会让你 因为这桩婚事 而受到家法处置 或赶出家门 身为你的朋友 怎么可以让你 因为我而受到那么重的诚 康辉 他深吸口气 终于回头看他 严峻正皱着眉头看他 好看的五官满是忧虑 像有满肚子的话 正在说出口 可他是个很有风度的男人 不会随便抢别人的话 通 假人压巴低 想来他对他所说的第一件事 很有意见 婚事告吹这种事 他的想法 一定是想从南方这边 传出不良事 度熬到头熬 能传多远就传多远的 那么一旦婚事结不成后 女方的归欲方能 不受半点损伤 他知道他要说什么 却不打算让他说 别管那些名声不名声的了 别提那个 一个字都不要说 你不好奇 我为你做的第二件事吗 我不想要你为我做任何事 我教你这个朋友 从来不是为了 要你帮我做事 虽然你是 帮过我很多忙 这是无可否认的 你也帮过我了 别计较那些成年往事了 好 不说过往 就说现在吧 我坚持 退婚这事 由我来处理 你不要揽下这件事 再有 你也别提什么第二件事了 什么也别做 你帮我也太多了 我可以不做第一件事 但第二件事非做不可 这是你当下最需要 而且必然会感激我的事 他严肃地看她 肃清他想下透 还有什么事会让他表情这般慎重 因着好奇 所以没有阻止 严峻 我爱你 他定定地看着她 严峻猛地拉住缰绳 惊得差点掉下马 只能瞪着他看 就算你以为我这份心情 只是友情上的错人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我爱你 不是友情 是一份少女 真真切切的情思 严峻仍无法 言语 整颗心起起沉沉 太过震撼 难辨其中喜忧 二 我要为你做的第二件事 从今以后 不再爱你 从今以后 努力去爱上别人 这就是朋友道义 不要他觉得辜负 不要累爬十四 也为了不让自己觉得遗憾 所以还是要让他知道 曾经 他爱过他 在他身上 寄托了所有最纯真的情谊 并且深深失落 不复追寻 就此遗忘 今后 不管还要在暗地里流多少泪 他都要为他做到这一点 不再爱他 并试着爱别人 天色完全没透 黑得两人都看不见对方的表情 他不理会 他是否还在张口结舌 架 勾扁黄 他策马回目 西环雾授等 感谢黑夜 即使他流了满茧的泪 也能不让人看见 寒风刮过他脸颊 卷起他的泪花 重重坠下地 如果严峻不是他今生的爱情 那他会努力去找到属于他的爱情 心里虽然会怨他好一阵子 但理智上是知道的 严峻不爱他 不是他的错 他没有对不起他 他只是不爱他而已 是他错了 他爱他 把友情自行扩张为爱情 完全没想过严峻并不打算 同他走一样的路 是他错了 错了 有错就该纠正 他会去做的 这是友情 也是爱情 他不需要他的爱 那么他线下唯一可以爱他的方式 就是不爱他 不要让他因他的爱而困扰 让他好好去完成他的梦想 不管他的心因着他的不爱他 而多么痛着 多么怨着 也不能折损 分毫身为朋友的道义 在心底 他不断不断地这样告诉自己 只是累 一直掉个步 更难 永无止境地碎 素心无有 岁月匆匆如白居过戏 你我自三年前一别 虽于艳往返中不断护摇着做客 但始终未能真正聚上一回 对彼此容颜的记忆 仍求零碎爱空 未能想象 女儿家长成后之软 虽见明露痛苏共 但那当然只是妄想 我们中的长大 你可记得 三年前我与你提过 有个自幼定亲的未婚夫之事 去年年中 那人突然上门提亲 并与我宗族长 定下澄清之决定 决定于今年三月来迎娶 我不知道你收到此信时会是何时 但那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需要你的帮忙 素心 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对吧 如果可以 请你见信后 即刻来到扬州 若这封信未能到达你手中 或你不刻前来 那我也能够了解 祝 一切平安 有 方飞 彼 这封信在今天抵达 从太原快马送来 只花了十天的时间 是一封极箭 也可以说是 米苏星的吉诗语 让他有离开的理由 严峻想离开这里 为了理想 而他想离开这里 是因为 这里有太多的难堪伤心 也因为这里以后不会有严峻 他离开 所以他也离开 把闲话留下来 给人说 手上捏着信 他坐在门厅的炕上等父亲回来 父亲回来休息的时候 往往都是三更半夜 大宅那边的事情 永远忙不完 主子的大小事都得操心 这是当人伙计的辛苦之处 听到一阵清缓的脚步声 踏进小院子里 他马上站起来打开厅门 果然看到父亲 提着一盏小灯笼 正站在门外 这么晚了还不睡 米仕昌见到门内的女儿 微微一刹 问着 阿店 女儿有事同您说 他接过父亲手上的灯笼 然后为他倒了一杯热茶 米仕昌定定地看着女儿 红彤彤的双眼 想来他又哭过了 这阵子 女儿的心情飞鸣中 一反平 一秒 难云 整个人沉静下来 六甲深似 他们两老看得心里无比忧心 却无可奈何 别看肃星平常讲话哇啦哇啦的 比白龙江的江水还湍急 像是什么话 也藏不住似的 但其实并非如此 真正重要的是 或说出来 有其严重性的是 他是一个字也不会说出来的 最近他们两老都看得出来 俊少的事 很让女儿伤神 想帮上一帮 却又不知能怎么帮齐米仕昌 一向就不看好女儿与严峻的亲事 不在于身份上的差异 也不是不乐见女儿嫁给心上人 他只是看得出来 俊少对女儿并无男女的情分 倘若就此结成亲事 对女儿可不是件好事 可女儿爱啊 就因为女儿一颗心 很明白地放在严俊身上 所以他们当人父母的 又能对这件婚事 使上什么力 如果有什么先丹法术 可以把严俊的不爱变成爱 那他们 亲近所有身家 也愿意去做的 但世上哪有这种东西 是不 不让女儿嫁俊少 女儿会伤心 让她嫁了 恐怕她这一生也是 注定要伤心的 今儿个女儿特地等她 看来是把心事都想清楚 也坐下决定了 米氏昌那下心中的痒 让表情力持轻松 对她道 坐下来谈吧 她坐下了 见父亲喝完茶 马上又给她倒了一杯 你想谈婚事是吧 是的 她垂下眼睫 声音低雅无力 但语意坚决 我听说今儿个 你与俊少骑马出去了一下午 嗯 是的 她问我一些事 谈婚事 谈不要结婚的事 我想 她之前应该提过了吧 米苏欣抬头看了父亲一眼 点头 是的 她之前已提过不见假夜善字 但她也尊重我的看法 如果我坚持要嫁她 她也会娶她 我相信 但 我可不愿意把女儿一生的幸福 交到不情愿的新郎手中 米苏昌平静的语气中 泛着一股隐怒 不悦着郡少那施恩似的 不得已口气 怎么 她家闺女是没人要是吗 还得她取得这般委屈 米苏欣轻声殃求着 爹 请您不要生郡少的气 我虽然很喜欢她 渴望当她的妻子 但我也不见如环埋 黄桥妇脑煞亭 所以我拒绝了 你拒绝是因为她的不情愿 而非为着自己的性 米苏昌太了解自己的女儿了 她就是见不得严峻受苦 不敢抬头看父亲 也不知道该怎么辩驳才好 你也如了会 深吸一口气道 反正 反正 不成亲对两人都好 米苏昌见女儿这软 也不忍心对此再多问下去 感情这种事 总是付出比较多的那个 注定的受苦 她又能说什么 你想怎么做 由我去跟老爷提退亲一事 是的 有我们这边提起 但我不认为老爷会答应 除非我离开一阵子 脱过婚期 让这事不得不作罢 所以 我是这么想的 过两天 请明向老爷提退亲一事 然后 我会离开店 请明看这个 他把信件呈给父亲看 米苏昌看完后问 是 S店君诺哪欠留妹 他要你去扬州帮他合适 他的身体向来不好 一个人远嫁到扬州 心情难免有不安 以前我曾经 对他承诺过 若是他出嫁了 我会陪他 不让他一个人 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泡奶皮 我想去扬州陪他一阵子 见交流 事实当然不只是如此 可是米苏昌能说的就这么多了 爹是同意 在你婚事未取消时 出门散心一阵子 可是扬州那么远 你可知道 就算是号称走遍九州岛四 目前 也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 此去光是路程奔波 怕就得号上一个多月呢 你叫我怎么放心 爹 可你有没有想过 不走那么远 老爷子又怎么会死心 请您让我去吧 为了解决这桩婚事 也为了我对朋友的承诺 好吗 你这孩子总是 朋友朋友的 你能不能偶尔想想自己 再不 也想想家人吧 去那么远 家人看顾不到 心里泡脑偶背 你又要叫我们怎么办 米苏昌轻斥着 抬手习惯性地想敲她的头 却怎么也敲不下 只能轻抚她头 叹息不已 爹声音哽咽 无法成语 米苏昌轻靠在父亲怀中 啜泣 女儿不笑 让您泡沐 是女儿不好 扬州很远 爹的找来一张痊愈图看看 才能知道 扬州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市集有没有在卖 不知道这两天 抵达的那些南方商队 有没有人知道扬州 我得问问 你跟着那些相熟的人一到去 也就不怕出什么意外了 米苏昌不舍地叨叨念念着 不管扬州有多远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会回到这里的 这里是我的家 爱风声总会过去 你可要回来 公 我会的 我会回来的 我一定会回来的 第四章 米苏昌坚持退清 但严家大老爷 怎么也不同意 一如以往 挥挥手不许米苏昌再提 否则就要翻脸 还特意嘱咐其他人 加快脚步 打理出一处新房 一定要严峻取其取得风风光光 非得让人知道 他这个大老爷 有多么满意 米苏昌这个丫头 当他的六媳妇不可 唉 说不通 米苏昌当然了解主子的傲脾气 但这次可没有办法 全有老爷子去了 他儿子不想娶 自家女儿也不打算嫁 良缘转成恶缘 自然地作罢 哪还有的老人家 去一厢情愿的湖来 拿别人的一生开玩笑 明日 有一个商队就要启程回南方 目的地虽然不是扬州 但听说会赚去扬州办货 商队主人是米氏昌信的过的老友 于是善而重之地将女儿托付 也得到商队主人打包票的安 必会平平安安地将人给送到地头去 米苏昌要离开龙州这事 当然得悄悄办 不让家人以外的人知晓 其实 光是几个家人知道 米苏昌打算跑到扬州 那么远的地方躲婚 就闹了个天翻地覆了 每天下宫回家 关起门来 大鸣大放地 知道米苏昌的理由后 不是痛骂严峻的无情 就是痛骂米苏昌都这时候了 还不管自己归遇 坚持要帮严峻脱身的笨呆行为 简直是蠢到无以复加 吵吵骂骂哭哭的 日子一天富又一天 米苏昌离开的日子 终于还是到来 大家都知道 米苏昌决定了的事 从不更改 大家更知道 大家长一旦亲口隐了 让女儿离开 即使心里比谁都不舍 也不会突然改变主意 不让她走 明天 就是她要离开的日子了 所以今天米家人 都提早下宫回家 连一项忙碌的米苏昌 也特地把手边的事 交给下面的管事去代理 天未黑 就回到小宅院里来了 米大娘与媳妇 大女儿一同煮出满桌的美食 都是米苏昌最爱吃的 一家人围上了炕 下方炭火烧的温暖 上方美食既热又香 可是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愁云惨物 写满了苦字 没人有心情吓住 我说 这是干什么呢 这又是何苦来栽呀 这 孤壮于阁 真诵 心中气得快呕血 她这一辈子 没离开过大西方 也不打算离开 所有的亲人都在这里 互相照应得到 就没想到 有一天 她的孩子会离开太远去 就算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她也难以忍受 娘 你就别再提这个了 米苏昌的大紫米白玉 低声说着 我不甘心啊 怎能不说 我们的心口难受 又不能在外头发作 怎店 连在家里说说 也不行吗 谁知道 苏昌这一去要多久 搞不好她在当地 找着了对象 就此远嫁 不回来了呢 娘 不会的 米苏昌叹了口气 找到对象 在她情商正浓时 哪来的心情去找对象 就算要嫁人 我也会回到这里再嫁 说得好听 你这一走 名声弄坏了 不去外头找对象 在龙州 如何找到好亲家 真心喜欢宿星的男人 就不会是亲信谣言的庸人 这你就别操心了 米苏昌不让妻子再抱怨下去 举注加了块咸鱼到女儿碗里 道 今天 大家就开开心心的魏苏昌送别 别让她明天启程了 还在挂心家里 挂心才好 真挂心了 就会早点回来 米大娘也加了好大一块羊肉到 女儿碗内 我说苏昌 你可别在扬州 我安野了 最多半年 你就得回来 知道了 爹爹 老爷不允许郡少离家去学医 是可以想象的 这是当然不可能 只说一次就能半途 烦请爹爹多说几次 务必让郡少能够顺利去学医 只要郡少离家了 女儿当然就能马上收拾行囊回家了 所以请你们别再说 女儿一心只为郡少着想了 给郡少方便 也是给我方便嘛 是不 这事就求爹再多出一点力了 女儿想回家 好想回家 做梦都想着 老家辽阔的草原 家人的容颜 每天数着日子 都盼着归期的到来 其住 安康 女儿 肃星 叩首 于宴往返中 时光匆匆过了一年 转眼又是春天时分 东雪荣 懒非鬼 驿站富佑通行 在米家所有人的翘首盼望下 信差终于带来了 米肃星写的第十二封家书 不寻 这次的信有两封 一封给家人 一封给即将出发前往京城 学医的严俊 这两封信的内容 同样让人震惊结舌 不敢置信 因为 信里 传达出一个令人想象不到的讯息 米肃星要澄清了 他要在扬州嫁人了 米家人大惊失色 匆匆忙忙向大老爷告假 过了辆一马车 举家七点八口人 漏夜就往扬州赶去 除了参加米肃星的婚礼外 当然 为了要狠狠送上一顿骂 好好修理他一番 这是一封写给严俊的信 为着告别 俊少 听说你将在春天启程前往京城了 恭喜你 我知道这一年来 你一直向我爹打听我的消息 可以想象 你挨了他老人家多少白眼于冷淡 就是问不出我的下落 不要再挂心于我了 俊少 我很好的 这些日子 我在朋友这边过得飞 这些南方人 除了有数不尽的吃喝玩乐把戏外 做生意的细致手腕 更是值得一学 我学上信头 小设伸手 居然就给朋友的夫家 赚尽了可观的银两 想来 我是有这天分的 俊少 以前 我没有什么自身的梦想 当你为着你的梦想而发光时 我心最神迷 支持着你的梦想 并当显我的成就 可是 那终究不是我的梦想 以前没想得那样深 直到来到南方 才开始思索这个问题 人生或许就是这样 非得在某些地方失去 才会在另一个地方获得 俊少 知晓老爷对这桩婚事 已然死性 我为你的解脱感到高兴 从今以后 我们真的 就纯粹当一辈子的朋友了 不会再有什么不识趣的纠缠 或自以为是的爱语 来困扰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即将在南方澄清 未来的夫婿是个善良的好人 他会带我好的 而我也会在日后努力去爱上他 你在京城学医 也别忘了多看看身边有无合一的好姑娘 若是有 可别错过了 将她取回龙舟吧 也许日后两家还只有机会相见 还可以 让我们做做结成亲家的春秋大梦呢 嘿 你先别感到困扰 说说而已 开玩笑的 别怕哦 你安心地去京城吧 不要挂心任何人 任何事 那些人 那些事 自此后 都不再是你的责任了 过往种种别再想起 给我 锦号采梦一巴地 期待日后 仍有机会再见 顺住 平安 你永远的朋友 素心 比 信间被揉成一团 少露锁 叫你去找外公就快去 不是想骑马吗 你外公正好可以教你 对哦 我要骑马 我要骑马 找外公去 挂黄接线吗 小子马上 剑步如飞地跑走了 小子一跑走 米大娘的泪水再也忍不 穷好母沫 浊化 呃 谁也拦不 哇 我可怜的女儿呀 你怎么那么命苦 挖有力的双臂大张 将女儿搂进怀里 哭得欲罢不能 我的娘位 您别哭了呗 都两年多前的事了 我怎么能不哭 你才嫁人多久 就没了丈夫 你真的太命苦了 啊 米苏星眼见 情势失控 无力阻止 只好任由阿娘去哭个够 想着 方才没给精灵给压死 现在又陷入被泪水淹死的 她的命 果然挺苦的呢 这些年来 虽然与娘家书信往来频繁 可是对于一些不方便对人说的是 她是一个字也不会提 至于她的丈夫今年年 与两年前英年早逝的消息 她也没在信里提起 怕家人为她的处境泡 直到这次带精灵回到故乡 打算常住下来 才告知家人这件事 娘 我的娘 你别带我难过 我不止带你难过 我还难过延年那个女婿啊 她是个那么好的人 可惜生来带着病根 总是虚虚弱弱的 果然吧 你才嫁她几年 她就给老天爷锁了回去她一死 你在扬州的日子 还会好过吗 只有任人欺负的份了 没丈夫的女人 就是那么命苦 不得不回到龙州投靠爹娘 阿娘 我以前就说过 我会回来的 才不是因为相公过世了 才不得不回来 还有 我没有在扬州被人欺负 我只是 不想再跟他们斗而已 虽然我昨个没有详详细细的 把前因后果说得透 但你们应当知道 女儿我不是那种委屈求全 牺牲奉献的个性吧 我从来不吃亏的 好神奇地打鼻孔哼出声音 米大娘不以为然地脱口反驳 你还敢说大话 什么不吃亏 想想你九年前 还不是为了成全郡少的学医心愿 而离开这儿 为他背上背信躲昏的恶名 还被人说成是贪求富贵 所以才跑到扬州当人家的妾 谁会知道 你其实 为了嫁不成郡少 每天躲着一泪洗面 几乎眉哭瞎掉 米肃心一愣 没预料到会突然间 听到这个久违了的名字 郡少 严俊 这个他以为不会再听到的名字 以为随着嫁人为父 随着时间递善 他会逐渐从生命里淡忘掉的名字 怎知 竟会突然听到 更可怕的是 听到了 心口竟还会拧着 揪着 震荡着 闺女 你在发什么怠娜 米大娘发现女儿失神 赶忙问着 没有 我只是在想 好久没听到娘骂我的声音了 好怀念啊 他笑 挽起母亲的手臂 一同走出去 走吧 我们吃点东西去 那些特地从扬州带回来的真味 可得趁先吃完 放酒就不好了 大家还吃得惯吗 米大娘闻言 又一阵好念 哎 本来吃得还蛮好的 听到那个捞傻子燕窝一两 就要十来两银子 大火整晚稀里呼噜吃掉的 居然就要上千两 吓得咧 结果你带回来的东西 也没人敢动啊 怕一个不小心 又吃掉几十两几百两的银子 我说 扬州人都是这么挥霍的吗 不怕吃垮的吗 很快忘掉方才闲谈的话题 就要抱怨起 女儿的挥霍无度 而这 正是米苏星所需要的 一颗精力长途旅行 才回到家乡的心 正 管 不宜立即天上纷乱 关于他的事 容他日后再细细想起吧 或 再也不必想起 娘 食物本来就是给人吃的 吃得开怀最重要 你又何苦斤斤计较这价钱呢 给自己找麻烦不是 我肚子呱呱叫了 走 咱们吃好料的去 米大娘由着女儿带出房门 嘴上一直在念着 什么叫斤斤计较 你现在带着林儿 孤儿寡母俩的 以后没个男人 要省吃节用些 可别像以前那样 挥霍无度了 知道吗 金山银山也经不起 你这样花用的 我说女儿 你是听到没有 笑 你别以为傻笑就可以做数 你要听进去啊 还有 听说你要买屋 家里房间这么多 你买屋做什么 这你可得好好对我解释解释了 米大娘念了一路 也不期望女儿认真响应他什么 因为他这心甘女儿啊 正像的小孩子似的 不仅双手和抱住他 更把整张脸 埋在他肩颈里 这样依恋的姿态 把米大娘的心 都给融得化成水了 唉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总算是回来了 念着念着 最后也不知怎跌 就变成母女俩抱成一团 为着这一生还能相见 还能团聚而感动着 回来了 她回来了 米素星的丈夫 在两年前的秋天病故 她的丈夫今年年 向来就不是健壮的身子底 总是大病小病不断 尤其容易的疯寒 一染病就不容易痊愈 终于在前年的秋天 一病不起 不到三十岁就亡故了 好友方飞 与丈夫今年年的先后病逝 让米素星决定离开扬州 回到故乡过日子 打算一生就这样终老 不理会扬州那边的庞青 还在为着金家的财产 争吵不休 她不争 她退出 带着孩子与几个打发不掉 坚持要服侍他们母子俩 到老死的中仆 回到荒凉的大西方 她没有预期会再遇到严俊 甚至以为自己 这一生都不会再想起这个名字 她已经是她的过去 未婚之前的过去 当年毅然决然听从方飞的建议 嫁给金言年 与她共事一夫 就是为了可以教自己 彻底断了对严俊的情谊 相思与均决 既是不愿再相思 那就断绝到底 回到故乡 是因为她的亲人在这里 也是丈夫临终时的建议她想家 所以她听从了 曾经是西部第三仓户的严家 如今风光不在 她一点也不意外 九年前严俊便对她说过 严家这一代子孙 只会征产 不是生产 早晚要落败 她也知道 回到老家 定会与严家的人遇上 毕竟他们家与严家的渊源很深 就算现在哥哥 子夫 都出来自己做生意了 两家的情谊还是在的 因为爹与老爷子是好朋友呀 只是她没想到 娘 大老爷为什么会住在我们家 还有 老爷子怎么会病得行销 鼓励成这样 就算严家已经不再是 垄地第三仓户 但到底也还算是应付 肯定不缺房子住的 怎么会搬到她家来了 而记忆中应朗的老爷子 竟会虚弱成这样 更教她震惊不已 回家五天 前几天忙着睡掉 长途旅行后的一生 后来天天往外跑 看屋买屋 很快决定 现在交给下面的人 盯着装修工作 虽然有人在盯着 但他 还是得去看前看后 随时提供意见 务必给孩子打造出一个 适合居住完 木房 忙着忙着 一直没太多时间 留在家里闲话家 毛偶松 翘恨古谎落 看到严家大老爷 穿着随意地端坐在他家客厅 一手早茶 一手还撵着棋子 正惬意地与他家阿爹下棋呢 无比震惊地 他都还没来得及回神 就被严家大老爷抓到 跟前训斥了一顿 内容不外事 训他逃婚的行径 训他不该自毁明洁 真不想嫁他那不成才的儿子 说一声就好了 坏自己名声又何苦 后来训着训着 想到了线下自家里的 鸡飞狗跳情况 忍不住眼泛泪光 也许你没嫁进来 才是穷 看看那些不成才的东西 把一个家搞成什么样子 拐细细白骨 然后欲想欲气 气得咳嗽连连 做也做不 群残鲁患 被扶回房休息去了 直到老爷子回房 米素星才把母亲 拉到外头的菜谱 确定四下无人 才敢问出口 米大娘的回答很简单 大爷说 他想住在一团和乐的家里 不想看那些成天 勾心斗角的嘴脸 都分家了 大伙还不安分 竟想再从他身上捞好处 所以他索性 躲到咱这儿来 老爷住在咱这儿 那些少爷 少奶奶们没说话 米素星眉头一皱 历史想到 老爷这任性举动 会给家人带来多少难听的闲话 当然有 不过 谁理他们 米大娘哼了哼 老爷身上也没留多少了 他们还想把他刮个金光 真是不孝子嘴上说得好听 说要把老夫带回家凤养 哼 谁都知道他们要的是 老爷子留下来的九山木 就是专门替朝廷买马 养马的那座有没有 近来严家还算赚钱的木 妥荒且回 每一个人都想把产权弄到手 因为乌家出了高价说要买 好像有几个少爷 已经私底下找乌家议定了价 就等着从老爷手中得到产权 马上转手 这件事 全龙舟的人都知道 搞不好这等不孝的威名 连土玉魂那边的人都听说了 米苏星一愣这些年严家开始 帮朝廷做起护马交易吗 谁开拓来的门路 他不以为谁有本事 打出这一条官方管道 以前严家卖马给朝廷 也有过代为培育种马 但却不算是真正有生意上的合作 其实真要与官家合作生意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一层层的通关打上去 费时又费力 怎么可能在这些年做得到 以前或许可能 但这些年严家情况大不如前 财力与能力都大打折扣的情况下 不可能 这我也不大明白 好像是郡少爷给 南代 他不是去京城学当兽医吗 在那边结交了一些官场的人 算是取到了门禁 四年前就闪缩散毙 刚开始大家还不看好呢 想说做朝廷的生意 哪有什么赚钱的机会 要是把马阳死了 还要坐牢呢 结果谁想得到 这居然是严家目前唯一 还撑得上赚钱的木 陆粗脸 商桥辽医 我看 咱这里想靠羊马养羊致富 已经不可能了 不是不可能 端看主事者如何经营而已 压下心头 突然又听到严俊名字的震荡 也亦不想脱口 问他目前景况的冲动 轻声说道 咱们这儿有许多 生意可以做 只是一般人都没有想到 或没有足够财力 去付诸实行罢了 米大娘盯着女儿看 娘 您竟瞅着我看做啥呀 米苏星问 女儿 你说你带了足够吃穿三辈子的家当回来 既然如此 为娘的可不 剑群欲言自留 拔黄张辉官 赞欢拿起黄筹美凑船 给我听好 你好好守着林儿过日子就行了 别找事累垮自己 唉 你终于挠行龙才处 没有了 我又不是很喜欢赚钱 哈哈哈哈 干笑 不敢说自己回来龙舟之前 已经用精灵的名字取得了赃快的印纸 执照 就是打算回家之后 从事马的经济生意 想说 老是每天闲坐在家里养尊储优过日子 未免也太过无聊 闷也闷坏了 此刻 看老母亲双眼瞪成同龄状 她想 这件事 还是过一阵子 再说好了 没有就好 好好在家里待着 先告诉你一件事 你已富双身份回来家乡的事 附近的人都知道了 想打你财产主意的 人可多着呢 你心里要有个底 就算日后你想带梨儿找个爹 我不反对 但眼睛最好睁大一点 别给骗了 阿娘 我嫁过人 又不表示我变笨了好不好 别说我不想再嫁人了 倘若真要嫁 也是有条件的 像梨儿的爹长的那么 一扇灰心换计脱不渡仙 还是相处了4.5年之后 才喜欢上的 对于这种事 我才不随便凑合作数 沉默 然后 哇 我可怜的女儿呀 好不容易与丈夫 培养出情意了 她却让老天爷给收了回去 不公平呀 我女儿真是太可怜了 挖杯从中来 又哭了 米苏欣好无奈 发誓未来十年 都不要再在娘的面前 提起今年年这三个字 省得被伤害母亲 哭下的不孝罪名 她从来不知道 母亲这么能哭 好了好了 我的娘 您别又哭了吗 对于已经过世两年多的丈夫 她每每想起 也会感到难过 但人的记忆就是这样 会随着寄仁慈又残酷的时间流逝 而淡掉了曾经悲伤难过的心情 最后留下一份想念 存于心意 只追念 不再哭泣了 虽然 总不免有一丝丝的遗憾 第一份付出去的感情 被无情的流水带走 第二份付出去的感情 来不及完成 就终止 事事不可能永远顺心 人生不可能活得十全十美 她只是在爱情这一条路上不走运而已 没有关系 爱情以外 她都很好 很好 很好 从今以后 她要努力 让自己过得更好 娘 你有没有要嫁人 精灵八在米苏星脚边问着 小脸脏兮兮 小手也脏兮兮 身上没一处干净 米苏星已经太习惯 这小子与不惊人死不休的问话方式了 所以也没太惊讶 将她抱坐在自己怀中 拿来一块干净的金子 替她擦脸 怎么突然问这个 没有偏头看向一边的奶娘 却知道 奶娘正偷偷地 对精灵几眉弄眼 精灵跟奶娘的默契 还没培养好 就见小子回道 奶娘要我问的 说问了才要做糕点给我吃 小少爷 古堂军品怀代媚展图 这样呀 米苏星拉长了声音 还是没看向奶娘 那问完了 她就会做给你吃了吗 对 好 你现在问完了 跟她讨吃了去吧 帮她擦干净了 轻拍儿子小屁股 好 孤玉叶 吕子凯暗南 投入奶娘怀中 奶娘 要吃糕点 哦 小少爷 你秀气一点 别那么粗鲁 动作文雅一点 哎呀呀 苗珠间闭母 虽然奶娘的身形 很具分量 但还是不抵小粗鲁的蛮力 不由自主地被拖着走 一路惊险重重 尖叫连连而去 在奶娘没有做出 令精灵满意的典型之前 他们是不会离开厨房的 也就是说 她今天一下午 都会很有空 那么 米苏星起身 深深懒腰 抬头看着蓝天白云 决定出门动一动 这些年来娇生惯养的身子骨 成峰 抱背马 我要到附近草原溜溜 是 我先到门外等你 竟自往前门走去 百无聊来的下午时分 家里的人不是在午睡 就是出门工作去了 连庸人都不知道 她的一番话 说出了兄长 子夫的隐忧 我们是想 也许可以 逐渐放掉毛皮这生意 改组商队 到南方进一些私卷 到国外去卖 我曾在土一魂那里 遇到过一些波斯的商人 他们很喜爱我们的不与茶叶 这些年的护马交易 都不再用银两 而是以茶私卷为主 以前你让人送回来的金绣丝绸 还没拿出去卖呢 家里就跑来一些人 争相出高价买走 米连说着 可是别说私卷买卖这方面的硬质 不容易取得 就算取得了 也不见得可以在南方 买到最精工的私之品 再说 大哥你们真正的本事 是在马阳这方面 不要去经营你们不了解的事业 我还是觉得 皮货生意大有可为 听我说正想说明 自己手边有攒块硬质 可以经营试马生意 而且 他有销售的门路 但敲门声 打断了他们的讨论 二小姐 阎老爷请你过去一趟 家扑在门外换着 知道了 就说我马上过去 阳生对外叫完 他对书房里的人笑了笑道 改天再谈 这事挺有的完 听完我的看法之后 你们一定会赞同的 好一个巧合 当米苏星走到 阎老爷子目前所居住的院落时 阎俊居然早他一步 在老爷子的房间里 正在劝着 要接他老人家回去 他在外头听到 阎俊低沉的声音时 不经千鲁街 想先走开一下的 但脚步却不知怎地迈不开 就处在门边听着了 这行为真是不好 非 缓 他向来不做的 可是 他在里头呀 爹 请您跟孩子回去吧 就算您不想住祖屋 也还可以住天水那间宅子 我跟丰帝都会好好服侍您的 自从分家后 他们这一房 便搬到天水那边居 盖子不拥 哼 少说大话 你还不是跟其他人一样 只想从我手中拿走 九山木 坏母则仙 才穿凶绰眉眉套 你拿什么服侍我 就凭那你跟你弟分道的 那三十匹老马 二十头羔羊 还有那块只长得出土豆 马铃薯 的荒田 爹 不是的 孩儿对牧场没有兴趣 没出息的东西 身为我严家的子孙 居然说对牧场没兴趣 你就一辈子躲在马厩 不要出来好了 你可以走了 别处在这儿爱我的眼 沉默好意赏后 严峻丝毫没有被激怒 声音温和依旧 爹 要孩儿怎么做 您才愿意回家住呢 除非你把严家再度振兴起来 纯梦一拦竹 换成凶老凶 如果你做得到 我就回去 寡侠贤那钦陪侨月 就算嘴上这么刁难 也知道这辈子 怕是再也见不到 严家会有翻身的一天了 这次的沉默更久 然后 严峻轻声道 爹 您老安 我还会再过来 哼 你不必来了 你们这些兄弟 三天两头地来找我 烦也烦死人 在严老爷的怒骂下 严峻默默地退出来 在他走出来之前 米苏星 以早他一步 闪到角落去 不让他发现 想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见面 只会使他难堪 闪开比较妥当 直到严峻的身影 再也不复见 他才以重一些的脚步声 走进年老爷子的居处 嘴上还叫呼着 老爷子 苏星丫头来了 你可进来了 在外头站得挺累的吧 严老爷子皱眉地将老仆 盐中送上来的汤药 一把推开 说什么呀 听都听不懂 米苏星镇定如 永仙退至侠拥落 老爷子 您好歹 看在中书服侍您 四点五十年 精灵离开后 院子里只慢脚 从他回来后 两人一直没机会再见上面 他曾来找过他 但他因为正忙着赤城里新房子的装修问题 所以总是与他错过 后来他因为医术远传 结果不止天水 赤城这边的牧人 找他给家畜看 对 申诺送钱扣那艘捕瓷冻苏 结果 他很忙 他也忙 即使住得不远 即使想与对方聊聊续续 却没法子有恰当的时间 苏星 严峻没料到今天居然可以见到 哈米家的宅子他 除了来找父亲外 也帮米家的马羊看 鸡坏脚 反而跟他的儿子熟人起来 那是我调皮的儿子精灵 我想你已经知道啊 他笑 不知怎店 突然觉得有点热 好想 玩起一袖山峰那两 但想到他在看着 不好表现得有失庄重 他很像你 严峻看着他 像他 米苏星文言冷了一下 笑了起来 以无比骄傲的口气道 对 顽皮的个性像我 每次我被他气个半死时 林儿他爹都会说 因为林儿个性像我 是我把他养成这个样子的 实在不该对他生气 他满脸慈爱的笑容 让严峻看了不自觉的别开脸 不知道该想一些什么 也为这心口那没来由的揪你 而难以正视他的面孔 他的笑容来自于 他完全不知道的一段过去 谈的种种 都是与他无关的陌生 而那陌生 却让他笑意连连 好像那段岁月 都是以甜蜜喜悦之旧一般 这个曾经为了他不爱他 而哭得涕泪纵横 几乎心碎的女子 实现了他当初的承诺 努力去爱上别人 好似 也真的爱上了 多么的 说到做到 多么的 重然诺 不禁好奇着 他爱上的 是怎样的一个男人 他想问 却也知道自己是最不该开口 问的那一个人 他没资格的 今天怎么来了 见过老爷子了吗 还是又被赶出来了 老是尴尬的沉默着 也不是办法 还是说些安全的话题吧 趁着严峻没看他 他其实一直在 暗去他的表情 有些沮丧的发现 如今他已不能够 从他变化稀少的脸上 去解读出他的心思了 九年的时光 没变的 是他仍有一双 清澈迷人的漂亮眼睛 但变更多的是 他脸上有了胡子 有了他不了解的仓 何之换思 所以他每一个神色转变 他都不再能 轻易解读出来 他已经不了解他了呀 忠书说爹在休息 所以今天还没见到 他老人家 还是不死心 想劝老爷子 跟你回去吗 你知道他不可能回去的 哪一个爷儿 来请都没有用 不 我不劝了 只是来看看他老人家 不劝了 死心了 他听了 不免感到讶异 不是死心 如果把严家家业 振兴起来 是他老人家 愿意回家的 唯一条件 那我就去达成 这件要求 到时爹 就会愿意跟我回去了 他自然地 对他说出 自己心里的想法 咦 顾扎框 切提加原辩 是你说错了 还是我听差了 你真的说 要振兴严家 我一直以为 你没兴趣 于金银上头的事 他有一双 好看的眉毛 本来就很好看的了 实在不该 再抹上带黄增色 严俊心里 暗暗想着 我对征产没兴趣 不是对金银没兴趣 他讲话向来简单 可是却表达得精确 但 这话 是什么意思呢 俊少他一时 望他望得征冲了 严俊 对他微微笑着 然后两人心底 同时想起 这是他回来后 对他露出的 第一摸笑 可这笑 非 木屁 像是有着什么 无法诉诸于言语的遗憾 只能以笑名去 素心 我的朋友 你不曾真正的完全了解我 对不 我不曾真正了解他吗 米苏星不止一次 在心底悄悄地问自己这个问题 如果说现在的他不了解他 那他承认 但以前他是了解他的呀 可俊少为什么却说他 没有真正了解过他 连同年少时期的岁月 也一并推翻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是否对他有着一些些埋怨 于是发出这样的感触 那 他埋怨他什么呢 金夫人 以上我所提的合作方式 你一下如何呢 米苏星脸上表情没变 所回答出来的话 教人察觉 不出方才他 根本就在浑游天外 完全没听到对方说了什么 吴夫人 对于这事 我还得想想 毕竟事关重大 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尽自决定的 米苏星口中的吴夫人 来头飞 除了是目前龙帝第一巨父 乌家大当家的夫人之外 五年前 他未在嫁给乌大当家时 更是一个大商队的女当家 继承了王夫的事业 来往于西域各国间 把商队生意经营得有声有色 他与乌家算是利益上的结合 乌家有了他的财富与才能加持 方能在短短时间内 成为龙的第一巨父 而他有了乌家做靠山 商队生意做得更顺利 在荒凉的龙溪地带 父女与男人相同 都是重要的劳力 要能持家 也要能出门懒营生 牧羊 赶马 到市集去做小买卖等等的事 从来不分男女 谁能做谁不能做的 这儿的女性没有娇弱的权利 与江南 与那些热闹的大城市的生态 完全不同 不过 虽然劳力阶层是这般情况 但倒也少见 由一个女人主持大商队的情况 所以 乌夫人算是龙地的传奇人物 米苏星对他的成就十分敬重 也乐于与他一见 不过说到合作吗 还是多多思量才好 至少他目前没这打算 也是 你多考虑考虑 一旦你深思了 便会更加知道 与我乌家合作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了 乌夫人也不急着要求米苏星 给一个明确的答案 豪气地端起茶杯 把里头的毕罗春一眼 任干家接 虽然我拿茶也跟西方交易多年了 但就是 喝不惯这种味道 到底咱们西部人 还是喜欢喝奶茶多一些 米苏星微笑 没有阴些什么 看乌夫人没有起声告辞的意思 想来是 还有什么话想说了 果然 乌夫人清了清喉咙 开口提另一件事 好了 那些硬邦邦的公事 咱就先搁 一边不谈 我说 苏星妹子 我叫你一声妹子 你不介意吧 不介意的 那就好 是这样的 苏星妹子 我知道 在你向公刚过世 没几年就提这事 或许不能说恰当 不过你一个年轻女人家 总得为自个儿的未来打算打算 趁着年轻 好好找个知心人互相照顾 胜过一个人孤独过日子 有什么事也可以彼此商量 互相 米苏星微扬着眉 没意料到 第一个到她面前谈这事的 居然会是乌夫人 这乌家难怪会成为 垄地第三仓户 于公于私 都使尽力气 想拉铁卫卧星 夜欠拿 得 那你接着猜猜看 我在这儿会做哪方面的生意 她笑 严峻凝视着她 喜悦又淘气的神情 那软兵蹦践 乃退熬摇 我猜乌家 想同你做丝绸生意 剑叫齿喘 没献离 路乃砍 可我猜 你做的应当 还是牲畜方面的生意 俊少 你果真知我 她开心地笑了 那你呢 你来找我是 剑甲乙星 财春献洽 需要我金钱上的意图 还是生意上的交流 我知道 你拥有掌块的硬质 可以合法地与所有外族马贩 做大宗交易 我见烧晕作偶中 先下脸 颅语蜜母 仿着灰 要我帮忙 岩市牧场买马 对于这一点 他只有一个疑惑 想做大宗交易 严家目前可有足够的金钱 以支应这笔庞大的开销 对 可是在买马之前 我想先卖马 卖马 卖给外族 这恐怕不是朝廷所允许的吧 难不成俊少 想挺而走险 做违法的事 不 他不是这种人 米苏星心里对他 至少有这样的肯定 范马可不比一般的炯斗辉 马这对象 凭折冠窃迷月皇 可是若在战时 那就是极之重要的战力 从来不许随便输出国外 虽长期向国外购马 但卖出则不多见 小小的交易尚可 若是大宗输出 那可是犯罪行为了 本来确实是不允许 可是近年来 律法稍有宽松 一方面是长期以来 我朝与西方各国来往和善 多年未有战事 但长期买马养马 耗费巨资 已然成为国朝的负担 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这些年来买进来的马 品种大不如前 而泰普斯 一直在努力于这方面的改进 对于自行培育种马 已有一定成果 日后我国 将无需完全仰仗国外的种马 便能养出卓越的好马了 这也是过去他做错的种种 一直在这九年来 不断地反扑着他 折磨着他 在他还不明白 这种苦闷是为什么时 折磨与岁月 已在他眉眼里写下沧桑 而他却以为 那只是对失去友情的思念 苦闷 一直都在 而苦闷 如今现出原本面貌 方知那叫做悔恨 苏星 绕了好大的一圈 他终于知道了 他爱他 他从来不是一厢情愿 只是 为什么这个认知来得这么晚 在他伤害过他 拒绝过他之后 在他的人生经历过许多折磨之后 他会原谅他吗 他还愿意试着爱上他吗 不过 或者他该先自问 我还值得他爱吗 现在的我 有什么值得他清新的条件吗 他有吗 米苏星觉得 今天这种场合 他一定要在 峨眉峡趴烧 他这好朋友呀 有好医术 好的头脑可以新加正业 可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好口 才来随随便便煽动人心 今天难得趁势集集会 所有的幕户 都会聚集到天水来 想也知道 严峻定会利用今天说服幕户 跟他合作 以他那寡言的性子 简单到很难听出诚意的说明 连羊儿都没兴趣听他说了 还妄想人家会礼他 所以他来了 不过嘛 他家精灵也来了 没办法 这小家伙来到隆地之后 见到了很多性格 就是没见过很多的人 几乎要以为 全隆州就只住着三两户人家 其他全住着牲畜了 哇 有人咽 故意托怀谈铃混齿 不让这只小猴子 在人群里东窜西跑 最后把自己给搞丢了 这么一点人 就值得你叫成这样 这些人加起来 还没有咱们江南 全部的家仆都胖胖的奶娘 仍然习惯性地 在一边低声碎碎念 这里真臭 满地都是马粪羊粪的 真不知道来这里做什么眼笔 不忘一直念一直念 对奶娘的刀念听而不闻 精灵依然热情地 以肥嫩的小手指 东比西地问道 娘 那是什么 那边那边 程叔叔 你月黄吕波 Lambdad冲辞 前审谢 嗦节之韬 一腔唇 辍争 林儿 你不是 想见大胡子叔叔 米苏星转过身来问着 嗯 想呀 可是小嘴多得高高的 不然 你就别见大胡子叔叔了 让成风叔叔 带你四处玩好不好 可是我想见大胡子叔叔 我好久没见到他了耶 只是见个面嘛 等会我跟大胡子叔叔办完事 我会请他先别走 留下来给你看一眼 如何 好吧 不甘愿的声音拖得长长的 成风才要带他走呢 没料到 精灵却兴奋地大叫起来 大胡子叔叔 你是没有大胡子的叔叔 你把胡子怎么了呀 其他人跟着精灵的手指看过去 见到一个高大俊朗的男子 正环动穷 轻火皆饿 在场四人 只有精灵与米苏星 认出眼前这个浓眉深目的俊美男子 正是多年来 一直留着满脸大胡子的严俊 脸上不再有胡子的他 与年少时期相同的俊美 但多了成熟男子的味道 令在场的妇女 无论老少 都悄悄把眼光往他身上赖去 久久舍不得移开 大胡子叔叔 你长得好好看哦 顾欲眼含止吗 严峻将他抱过来 对精灵笑了笑后 才看向米苏星问道 今天来这儿 是特地带铃来看热闹吗 不是 我来找你 找我 严峻扬眉 你知道我会来 当然 今天所有幕户 都会来这儿交易牲畜 你怎么可能不来 严峻听了 心口一暖 轻笑出声 还是只有你最懂我 可是却没有完全懂你 不是 他侦探一下 以表自己对他先前 说过的那番话的记恨 唉 素星 好了 不业余你了 咱快走 我想这时刻 那些幕户都会聚在茶棚那边 等着跟人交易 我带了些好吃的江南点心 要送他们吃 先甜甜他们的嘴 接下来就比较容易谈话 跟精灵他们挥挥手 交代别走远后 他从奶娘手中 拿过那一大袋点心 但很快 被严峻接过 我来 你手中有东西了 不中的 我来 就好 他不想答题太多物品 不过严峻不理他 以手肘轻推着他往前走 举重若轻 不履轻巧无声地跟在他身边 我体力还好得紧 你别当我老了 你苏星不大高兴地 对他皱眉生命 我没当你老 别忘了 你小时候 力气还不如我呢 我没忘 哼 轻哼 没发现他一直以身有的眼神凝视他 他在重新记忆他 将现在的他与过去的他 以崭新的 软造卧地母滋舍 他看了他好久 久到他想装作没发现都很难 他的眼光让他紧张 所以 他深吸一口气之后 才恶声恶气地面对他 粗鲁地问 干啥一直看我 别是想跟我说我脸上有皱纹吧 告诉你 我每天都有抹江南 美容盛品雪花膏 抹了不长皱纹的 所以 你不会在我脸上 找到那个东西了 我不是在找皱纹 他还是在看它 虽然你脸上确实真的没有皱纹 看看看 他究竟是在看什么 米苏星被他看得不自在 决定先走一步 不再与他的眼光纠缠下去 他是大人了 不再是年幼无知的少女 所以这辈子都不会再胡思乱想 把他的眼光会错意 自行想象 误以为当他凝视他时 就是两心相许的意思 不了 他这辈子都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真 永不再自取其辱 他亲口承诺过他的 将当他一辈子的知己 永不再令他为难困扰 也许他已经忘了他年少时的誓言 但他不会忘 一生都不会忘 今生今世 难得再能相聚 就让他们当一辈子的知己吧 对于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他经历过 失落过 那也就够了 够了 累了 也老了 老的 只想好好当精灵的娘 以今年年未亡人的身份 过完未来的日子 忘掉他的心 曾经炙烈地为某个男人燃烧过 忘了他其实还年轻 什么都忘了吧 反正 爱情向来跟他无缘 于严峻事 于今年年事 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时间 让他得到圆满无憾的爱情 这辈子 为这两个男人哭过也就认了 如果还要再为男人哭 那就是笨到无以复家了 他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撇开心理思潮起伏 很快镇定下来 抵达茶棚之后 他具起全部精神 想要好好向这些大叔大婶们 谈论跟严家牧场合作的事情 想说 如果没他在一边帮衬帮衬的话 以严峻稍嫌拙劣的口条 怕是应付不了这些长辈们 滔滔不绝地质疑声浪 毕竟严峻目前 没有足够的财力让人幸福 能力如何 也不得而知 想来任何人都不会贸然相信 他与他合作的 但令他讶异的是 严峻受欢迎的程度 超乎他的想象 那些大叔大婶们 一见严峻出现 都亲热地与他打招呼 拉着他 就要请他 吃他们带来的粮食 嘴里更嚷嚷着 严六 过来过来 上回你给我家羊儿治好了 灰笔笔行慌 却被你跑掉了 今儿个你可别走 咱特地把这块上好羊府 带过来给你 你可别又不收了 这边这边 六少爷 这是我家秘传的奶酪 好吃极了 你带回去吃 要收下 上回你把我家老马的脚窗 给治好了 让驼又能跑又能跳了 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你们别挡着 严六少 你过来 这是我家那只 难产的母羊 所新产下的羔羊 我给你带一只过来 记得 错 要不是你帮忙 我家那只母羊 早一失五命地走了 真是太感谢你了 这些幕户 全都因严峻优秀的医术 而受惠过 每个人都恨不得 能立时回报他什么 围着他团团转 打定主意 如果严峻不接受他们报答的话 就不让他走了 各位各位大叔大婶 大姐大哥们 寡幻侠 导暗幕秀纪辉 米苏星终于知道自己帮得上 他什么忙了 把他从满满的热情中 拉出来喘口气 你们都谢谢嘴 吃块甜糕 也让俊少说说话嘛 顾吃 把点心一个个地 往这些人手里塞去 他的介入 让喧闹的人群 有一瞬间的安静 然后 有人开口问着 这位夫人 你是哪位啊 米苏星的穿着 并不特别华贵 但因为穿着丝绸 打扮轻雅 肤色白皙洁丽 一看就知道是身份高贵的 有钱人家夫人 与他们这些 身穿陈旧皮球 皮肤有黑 习于劳动的牧人 来自不同的阶级 这个贵夫人怎么会秃 某油中身份 甚以煮换母艺 还色精细的甜点给他们吃 这感觉真是奇怪透了 我是米苏星正要自我介绍 不过有人已经认出他来了 呀 他不是米大爷的门女 那个带着好大一笔钱 回来的金夫人吗 有没有 赤城那幢华美的房子 就是他买下来的 听说他比乌夫人还有钱 因为他夫家专营丝绸生意 听说他们富有到家里 对的金银财宝 比拢戏的黄沙还多呢 挂环举照资源 为欢那西底攀吹木山磕铁 然后 所有好奇又倾现的目光 便全聚在米苏星身上了 米苏星只能黑黑干笑 虽然很不自在 但也不急着澄清 这个夸张至极的误会 连忙说道 各位大爷大娘 请听我说 郡少于我今儿个特地过来 是为了与大家谈一桩生意 生意 是的 现在我们静静听郡少说完 有问题的话 等会儿再谈吧 他一边推推严俊 一边再把点心 往那些人手中色去 让他们的嘴巴 先忙着吃东西就好 严俊看了他一眼 轻而沉稳地 开始说起他的合作计划 由于严家近几年来 已经窥成了一个空壳子 没有足够的财力 去大量培育新种 虽严览到朝廷这份差事 但裁员必须自己去找 而优秀的马种 这些年 几乎都被乌家掌控 不易寻得 只有从这些小散户门的牧场里 寻找体贱的马种加以改良 并且集结成群 做大量的输出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严家没法给出 比乌家更优渥的价钱 甚至不能 安占寄星蒙访汤 能被外族人青睐 并以好价格成交 这一条路走下去 将会有诸多的困难 却不一定赚钱 严俊老老实实地 把这个合作一旦进行之后 可能遭遇到的最坏情况 都说出来 毫无隐瞒 听得所有人都沉下脸色 对他所说的话再三沉吟 不轻易英语 连发问也没有 急得米苏星在一边暗自跳脚 这郡少 就不能多说一些好话吗 告诉他们 一旦成功了 他一定会让这是做成功的嘛 大家日子会改善 从此无需再被乌家剥削啊 乌家现在掌握了 对外族买马的管道 小木户们 已经不容易买到好马了 而现在 乌家同时又高价 向他们购买良居 目的再明显不过 不出三五年 龙熙所有小木户 都会因为马种太烈而遭淘汰倒闭 最后 龙熙牧业就全在乌家手中 价格任期自定 谁也制衡不了他 这些淳朴的小木户们 没深想到这一层 可总要有人出言 提点提点吧 郡少米 肃心正欲开口 但严俊却对他亲浅地摇头 示意他别说话 他知道他要说什么 可是他自有考量 并不愿在这些木户 在没有足够的时间深思时 就提出乌家的手段作为恐吓 以达成自己能顺利合作的目的 结果 当然没有说服到什么人 那些木户们都说 要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再给他答案 这一天的市集 算是无功而返 而且前途非常无量 我说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早知道这事就让我来说好了 包他们马上点头同意 连合同都给签下了 这样不好 总得给他们时间想一想 严俊一边回应他 一边帮精灵做钓杆 离开市集后 精灵完得意游位 参还食酒 胡 吵着要吃鲜鱼 所以严俊便带他们来到 严家旧宅后头的山丘上钓鱼 来 铃儿 你拿好 可以钓了 好 我要钓一只好大的鱼分大家吃 咕鱼捏母渠 甩着钓杆 在空中盘缓了好几圈 然后喝地一声 长线抛进池子里 飞蛾蟹聪平男 这里还有鱼儿吗 你素心不报见难 有的 虽然环境不利鱼儿生长 但还是有存活下来的 他走到他身边 帮他生活 他转头看到 奶娘与成风 都跟在精灵身边 不怕那好动的小子 把自己给玩进冰冷的池水里后 才放心专注与严俊谈话 俊少 你今天没说动那些木户同你合作 日后想要说动 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你想过吴家没有 他们知道 你的计划后 一定会想法子阻挠 这点我已经想过 严俊说着 把火苗瞧望 你考考手 看你手都动得法子了 还不是那个池水太冰 你素心难难抱怨 刚才帮满脸杀上的精灵洗碱 不得不沾水 结果手都动麻了 没关系 如果那些木户不支持你 我的财力 指引你完成初步计划 还不是问题 就算那大老远赶到陕西买马过来遇种 我都能替你 筹到所需钱财 严家还是可以新盛起来的 素心 我需要的不是你的钱财 严俊很温和地拒绝 我知道我知道 你的自尊 只允许我提供力气上的帮忙 却不许拿钱 砸你就是了 真是见外 孤子凯八明 不是这样的 严俊轻道 我们是好朋友 我不会与你见外 振兴严家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我 见烧杂栽 鬼木献揉脚脚那普玉斯说呢 在这里 生活是很困难的 而环流编制旅 辛苦养了好几年的牲畜就死亡了 所以我当年才一心想学医术 当时只想着 要如何养出更好的马羊 如何减少驼门因疾病而顽固的情况 而现在 除了那些之外 我还 见玉姐那四切线霉呢 米苏星温柔地看着她 所有牢骚抱怨都消失不见 觉得这个严俊 这个她今生最好最好的朋友 真是个很棒的人 让她感到好骄傲 好以她为荣 阿俊 你真棒 她又叫她阿俊了 严俊心中一荡 耳根微微发烫 无言地看她 看着她亮晶晶的大眼睛里 有满满她的软 她也是 看着她 眼里心里也只有她 你知道老爷子 为什么想要振兴严家吗 她没回答 静静地看她 她的眼神太轻略 她想躲开 却又因为被串锋 抓绝住视线 而动弹不得 只能看她 任红韵泼了满面 气氛怪怪的 还还是还是继续说话好了 虽然她已经不知道 自己在说些什么了 老爷子泡囊愿打许义 其他人都活不下去了 不见侠义 五强 竟只看着眼前的利益 嗯图自己眼前的利益 也不管以后龙周会怎样 所以见心顺损凑减搜侠 那个 那个修吉转气怒 他终于插腰发出奸生的质问 我说俊少 严俊公子 你究竟是在看些什么啊 直瞅瞅地盯着我看 你知不知道 要不是看待你是我好朋友的份上 我早挖了 你一双赵子未雨去了 素星 你别以为我 只是在虚言动喝 我没敢这么以为 他轻笑 眼神终于稍有收敛 笑什么笑 顾眼普匪 不料 伸出去的拳头 却交他一掌包 没有放开的意思 他握得有点久 久到好像忘了男女之房 这样可以吗 素星 我想问你 他悄悄挣扎 这人却不肯放开 他太失礼了吧 只好直接开口道 你问就问 抓着我做什么 我手还冰着 要烤火了 其实他的手 已经被他后时的大掌 给我的生热 还热到发烫了 让我问你一件事 请你仔细考虑后 再回答我成吗 好了好了 你快问 问完就放开我了 骨犬翘士号八帕戏攀直木 那就快问吧 别慢吞吞地 竟在这耗时间了 没看到 他囧得快死掉了吗 囧得快死掉也就算了 心口还猛跳不休 再这样下去 怎么得了 你别生气 素星 我问你 你愿不愿意再 严大哥 故唤吹南皇 看个扶侠搜侠 荡接话晕目 严大哥 你果真在这儿 奴家找了你好久哦 严俊神色末地一尘 除了因为话说到一半 被打断的不越外 当然还因为这米素星 用力抽回他的手 不再让他握 K一环丝 向来平淡温和的面孔 当下刷成 如他姓名相同的 严俊 飞 前五目屁 连米素星都是第一次 看到他这软 无比讶异 有些心惊 不知道原来严俊 这个他印象中 脾气超好的人 也是会生气的呢 从马车上走下来的芳草 原来目光只放在 严俊身上 目标只有米素星一人 但当他眼光不经意 看到一抹胖胖的身影时 却惊骇莫名的震 黄碧窝 尸声叫出来 奶凉 你是奶凉 你怎么会在这里 目光很快地搜寻过所有人 最后目光 定在奶凉怀中的精灵 再度一阵 低呼道 他他他是他是不是 他是我的儿子 精灵 米素星走到精灵身边 将他拉入自己怀中 儿子 是儿子 是你 你是 芳草 瞪着米素星 先前知道他是情敌 如今情况却更加复杂了 奶凉为什么会待在米素星身边 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吧 他是芳草 名叫奶凉的奶娘 低声在米素星耳边说着 芳妃小姐的堂妹 米素星文言 神情凝素地看着芳草 想着这个女人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这个叫芳草的女人 为什么会在这里 方才严峻没说完的话是什么 芳草与严峻 又是什么关系 这个叫严峻严大哥的女人 与他的好朋友严峻 究竟是什么关系 第九章 乌家很快就有了动作 放话给龙舟所有幕户道 想与严家有所往来的幕户 将被乌家列为拒绝往来户 永远不来往 凭第一声雷 震得所有人头晕目眩 胆颤心惊 向来平静的大西部 被这个消息搅得鸡飞狗跳 每个人在路上相遇到了 都要常常地谈论上一番 却也谈不出一个所以然 乌家这种强硬做法 简直前所未见 虽引起普遍的抱怨 但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毕竟形势比人强 应与乌家作对 受损的肯定是每一个小幕户 这情况不利于卷 严老爷子叹气说着 倒不至于 因为俊少早就料到这一点了 既然料到 自然就有他的因应之策 我是这么想的 米苏星笑着安慰他 这些天来 有一些幕户来到米家 拜访严老爷子 除了诉苦外 也想问问 这该怎么办才好 以前严家身为 拢地的牧业龙头 从来都与人交好 并扶植小幕户与之合作 市场自由而活络 从没见过 有人想主控一切 并以势力 威迫别人 屈从这种事 丫头 你觉得 俊儿会怎么做 这您该问郡守 怎么来问我呢 我自个儿也好想知道呢 他知道 今天严俊会过来这里 向他父亲请安 所以 趁他还没过来时 先来找老爷子聊一聊 安抚好他老人家的心 听完他 所有抱怨与忧心 好让严俊过来时 不用听父亲一顿训 还得一路被训到天妃去 当然应当问你 你可是最了解他的人啊 严老爷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没的事 我可不敢这么讲 再说这些年来 他也有些变了 不再是年少软 如果你都不敢 这么自认为的话 这世上还有什么人了解他呢 老爷子想到这里 叹气了 以前大伙儿 只认为他没志气 内向 生来胆子 越急 善目也薄还一语嘛 被亏待了 也不能如何 我对他的才能 没有任何既往 只见巴洛兰 取机傻那结影搜纸 平平顺移地过完今生也就满意了 所以当初他没能娶到你 我生气极了 后来一直就没太理会他 反正他也繁荣得紧 想当兽医就去吧 好歹是个遗迹之长 却没想到 俊儿并非是个无能的庸才 他只是少言 做得比说得多 看得远 心胸之大 不是他那些见钱眼开的兄弟们 可以比你的 米苏星只能微笑 不知道能说些什么 丫头 我还是剑群火烧约如 老爷子 怎么说到这儿来了 这是不相单的事吗 眼下最让人泡母奶 宣许夜母种 还是把大伙聚集起来 一起想的阴阴的毫法子 才是重要的 等会我找爹商量 去马上还话题 但严老爷对原先的话题 无比执着 坚决不换 眼神严肃地看着他问 苏星 你还是不想加劲吗 老爷子 这种事我 已经不再去想了 这辈子都不打算再想 感情方面的事了 他轻生吐露 心中早已做下的决定 我不懂 严老爷子摇摇头 我不懂一个女孩 怎么可以无比维护一个男人 却又认为 对他没有男女之情 不愿与之匹配成良缘 是你搞错了呢 还是你有什么别的想法 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呢 居然多年来一直没娶妻 你有没有想过 那是为了什么呢 你想过没有 严老爷的话 把米苏星的心给搅得乱了 一股委屈的感觉 漠然冒涌而上 想起九年前 他满心意意爱着严俊 可严俊却斩钉截铁地告诉他 你搞错了 你不爱我 那只是友情 而今 他安心守护着这份友情 不做他想 别人却质问他 你是不是搞错了 这样的情分 理应是爱情才是 错的是他吗 当年爱他是错 如今不爱他 也是个错 他以没有多余的心力去想 只觉得荒谬 只想远远躲开这个令他惊炉奈事 所以 他很明白地 对言老爷道 老爷子 俊少很快就要娶妻了 他这回带了一位姑娘回来 想必是有所打算的 求求您就别再提 这件不可能的事了吧 我是双父 他有对象 彼此都无意的 请大家永远别再提这件事 增添我与俊少的不自在了 这种事再多说个几次 我们会连朋友都很难当下去的 讲到最后 已然难掩激动 他站起身到最道 对不起 老爷子 我要回新居那边了 最近刚搬过去 还有许多地方的打理 就不跟您多聊了 走出老爷子的院子后 他很快起码离开老家 这几天 他以搬家为借口 虽然帮俊少处理了不少事 但都刻意与他错开时间 让两人见不上面 他想 他是不愿听完俊少 那天没有问完的话 怕他所问的是他 难以回答的 他想 他是太过介意方草脸上 有着对严俊明显的情谊 怕亲眼看到 他曾经得不到的男人 被别个女人轻易得到 虽然今生自觉了 情情爱爱的事 但对于以前曾眷恋过的男人 还是无法坦然地见他 与别的女子 有太亲密的往来 可他凭什么介意呢 他没有资格啊 总不能要求 严俊这辈子没爱过他 就不许 他去爱上别人吧 他是理智的 可他也是小心眼的 所以选择眼不见为尽 不要让他看见 那么他去爱别人 他去对别个女人亲密 他会 警号对多闹八警号挥杯子哨吹 他一定会理智的 警号闹鞋怀西黄扛穴 走吧走吧 还有好多事得做 去忙去累 把心底那片介意 给累得再也想不起 累得再怎么仿如针扎 都不会觉得痛 严俊 去爱你所爱的吧 我 弟 决定 弟 娘 二十 争二十 呃二十 争 孤裕低目曹星 用盘行五角拍 从前厅传到后院 在每一间厢房穿来找去 终于在绣房 找到了亲爱的阿娘 一把飞扑过去 林儿 做什么大呼小叫的 你今儿个不是要跟 成风叔叔 到三交易的市集 去看外国人 怎么还在家里呢 米苏星搂着怀里的孩子 温柔问道 为了帮严俊实现他的计划 他早已想好 如果拢地里的幕户 若是屈服于乌家的威势 不肯与严俊合作的话 那他就从外族那边先分批购马过来 然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严俊 唯一合伙人 能赚钱的事 别人不敢做 他敢 他来做 富贵险中求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他那张重金申请来的印纸 可不是买来好看的 所以 他今天派成风 到三交易那边彩探情况 准备开始动作了 我们去了 可是走到一半 我就请成风叔叔快回头 所以我们就回来了 精灵脸上不见顽皮神色 只有紧张语招吉娘 不好了 我又看到了 看到 米苏星一时之间没会议过来 但也只是一下子而已 马上恍然 神色跟着凝重起来 问道 林儿 你说清楚一些 你看到什么了 我看到天空上 有一片脏脏的黑烟 从西方那边往这儿飘过来了 好大好大一片哦 就跟以前我在咱扬州看到的一样 可是更大片呢 以前那片黑烟飘过来后 死了好多残宝宝娘 可这儿没有残宝宝 怎么会有黑烟呢 它要让谁死掉 是瘟疫 米苏星紧张地 推开窗户往西方看 虽然知道自己 不可能看到精灵口中的黑烟 但还是下意识这么做 老天 有瘟疫 但并不知道 是针对人而来 还是针对牲畜而来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林儿 那片黑烟离我们多远 她问 在这边看不到 可是晌午 我们快抵达三交易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 才害怕的 请成风叔叔 别再往前走了 快回家 你没有告诉别人这件事吧 林儿 她谨慎地问着 精灵用力摇头 我没有 我连成风叔叔都没有说 这是我跟爹娘约定的 我们说好了 这个小秘密只能跟娘说 我没有忘记哦 乖孩子 她松了一口气 将精灵重重搂入怀中 并在她小脸上亲了好几下 这侍娘会想办法处理 你就忘了这件事吧 好吗 精灵点点头 但又有些迟疑地问 娘 以前在爹爹家时 那黑烟一飘过来 所有的残宝宝都死了 结果那年都没有不可以卖 这次又看到黑烟 真的不会有事吗 这儿没有残宝宝 可是有好多牙 马啊 驼门会不会死掉 我见焕 她脸色镇定地看着孩子 不见梅玉奎心乃角 灌笛呀挂歉 我想应该不会 精灵眉头锁得紧紧的 好像在想什么 大眼睛淡街舞 好了 灵儿 娘带你去洗把脸 看看你 满脸的黄土 不是要你起码是要把脸遮起来吗 要是让风给刮伤了脸 你奶娘又要 在我耳边念好久了 不愿让儿子多想 打算带她转移注意力 等会把她交给奶娘照顾后 她才能好好去细想 有什么方法 可使那片黑烟带来的灾害 减到最少 三年前 她就是对灵儿的话不以为意 没有任何预防 所以造成江南思造业 难以估计的损害 虽然那时她全心照顾着 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的夫婿 实在没有太多心思 可以管其他 但如果 她能多注意一些 损害应该不至于那么惨重的 当年她没想到所谓的黑烟 带来的灾害会那么大 更没有想到 灵儿身上的异能如此之强 已经不止可以看出 每个人身上的生命力强弱 还能看到灾害 她一定要好好 魅性 让她快乐无忧 平凡普通的长大 这是她对方非 对夫婿立下的誓言 也是她中心的剑 Lambdae真二十 真 拱黄W 抛斥落盘桓沐浴 燕黄槐渠 只要着母亲的手臂 怎么了 米素欣弯身看她 我想到了 我们可以请大胡子叔叔帮忙 她身上有一种好舒服的白光 我记得她上回来帮我们的马儿治病时 她手上的光 把马儿身上黑黑痛痛的地方都化去了 大胡子叔叔可以的 对不对 是这样吗 米素欣不大确定 严峻是个医术高明的兽医没错 但对于瘟疫 却不一定有办法 所谓瘟疫 指的就是不知名 尚无人知道发病原因 但却会大量感染出去的疾 黄月看我幻咽性骨 总是死伤无数 那是因为没有人知道治疗方法所致 就算是最厉害的医者 也得花费耗时 先找出病因 才能对症下药 而等到那时 通明补家 严写下可送卷 找大胡子叔叔想办法吗 阿娘 孤欲姓扎侠 顾妾凶判 威劝难判 好好 我会去找大胡子叔叔 阿娘会去 她安抚到 不管严峻有没有办法应付那片黑烟 她都得先提醒她这件事 还有 得先查查这片黑烟 是针对人 或针对动物而发作 这很重要 先派人去西边打听一下好了 那边应该有什么状况 出现了 边走边想 很快决定 接下来有哪些事 必须马上办好 等会就找严峻去 芳草终于找上门来 她找的人不是米苏星 而是乃良 乃良是唐仔芳菲的女士 当年带回唐子芳菲的灵鹫后 便不知所踪 但她毕竟是无关紧要的小人物 所以也没人在意 但芳草认为 会在这里遇见她 一定是天意 代表她命不该绝 乃良是她活命的唯一剑 让她再也无需 躲在这个荒凉的地方 悲惨过一生 乃良 我只问你一句话 两人在后院外头 见面芳草省了寒暄那套 问得开门见山 那个孩子 是不是芳菲生的 他是个男孩 乃良一贯的面无表情 她对任何人 向来都是不给好脸色 平 宋星出兵丸乃群蒙 却是不爱与人对谈说话 当然 除了她心肝宝贝精灵之外 芳草无言了半赏 当然知道乃良的意思 芳氏家族的女子 只会产下女儿 绝对不会有儿子 九代以来都是如此 因为芳家在氏族里 有个神圣的任务 而那任务 只有女性可以继承 淡淡她长得很像芳菲 她长得像孤叶 个性像二夫人 她的芳菲小姐有野性 却无能以施展野形 她活着的十九年里 都虚弱得走不出房门 那孩子又脏又野 确实不像我芳家之人 但她的眉眼像芳菲 我不会看错的 芳草死咬着这一点 抓住她可以活命的 见换戏 所以 她发狂乱猜乱叫 一静地认定 并下结论 也许 也许 她根本是女扮男装 对 精灵是女的 一定是 这是芳菲的阴谋 对不对 为了不让她女儿 继承她回族里 当血人的阴谋 对不对 她可害死我了 就是因为她病死了 所以换我们这些 螃蟹的姊妹受害 带她成为血人 你知不知道我 为什么要逃 因为足神物力量 一天比一天弱 我们的血又不纯 所以她需要的血更多 已经不再是以前 每个月喝一碗便已足够 她需要一整盆的血 脚如露驼荒冒灰 灿泛欢缩 且黄力四 我芳家的姊妹 每一个人 都因为失血过多 而相继死去 纸地乱衣 你知不知道 纸地乱衣耍 约等于老矣 才纯烧原损绰 因为女组长 要我出来找个男人 生下孩子 给我三年的时间 三年后带孩子回去 就跟芳菲一样 继续提供我们 身为血人的使命 等我有孩子之后 我就得回去死了 你知不知道啊 精灵不是小姐的孩子 矮良指挥她这句话 你骗我 你骗我 我不相信 我不需要你的相信 你以为这样 就可以打发我吗 芳草冷笑 等我回组里 告知组长这件事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精灵到底是不是了 向来表情平板的奶良 文言居然笑了 你你笑什么 芳草觉得有些心惊 芳草小姐 你可以回去说 反正精灵 不是芳菲小姐的孩子 是铁一般的事实 不怕谁来验证 如果精灵是 神巫大大早就 算出来了 不是吗 倒是你 芳草小姐 你这么早就跑回去 自投罗王好吗 芳草一阵 这才想到 祖里人人敬畏的神巫 从来没算出来 芳菲有孩子的事 神巫的神力高强 如果芳菲有孩子 她不可能没算出来 那么 精灵精灵 真的不是芳菲的孩子 你没骗我 没有 我不相信 不然 你为何 会守在精灵身边 你明明只忠心芳菲的 小姐临终石药我发誓 会服侍孤叶与二夫人终生 不要因为她的顽固而自呛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狗讲西母渠 你把精灵带来 让我亲自查看 只要她是女的 就有可能救我的命 你把 顾母渠心偷偷欢吃 乃良一只肥嫩 却冰冷至极的手 挣签在芳草细致的梗子上 再多失一分力的话 她的梗子 便要应声折断 现在 二夫人与小少爷 都是我以性命 你最好记住这一点 芳草想大叫 也想求饶 但她什么声音 都发不出 整个人甚至是被提起来的 最后白眼一番 绝了过去 乃良没再多看她一眼 丢下她 转身回宅子里去 才踏进后门 迎面就被一抹 银白色的影子 重重袭击 但她却全然无所防备 任那暗器 一路往她怀里的 大空门撞来 乃良 你在跟我玩捉迷藏吗 我找到你了 孤欲善一夜 静静挂夜 池泻迷 五兄 小少爷 你不是才沐浴过 换好衣服的吗 怎么脸上又脏成猫样了 一反方才的面无表情 乃良此时 完全换了个人似的 脸上 满是又爱又气 又抱怨又无奈的 丰富表情 蹲下身 就要帮精灵擦脸 精灵咯咯笑得 左闪右闪 看到门外有人倒着 好奇说道 乃良 那里有人在睡觉 她这样 睡会着凉夜 对 所以好孩子不要学 晚上睡觉时 一定要在炕上睡 也不可以老踢被子 当然 也不可以踢乃良 知道吗 顺便机会教育 知道 我睡觉时会乖 奶娘 你别放她睡在那里吗 她会生病的 我们把她扶进来 不用理她 丽儿 我的小少爷 精灵看到 成风跟在她身后过来 立时咚咚咚地跑过去 没听到奶娘的拒绝 成叔叔 那边有个人在睡觉 你可不可以把她扶进来 快快 我们快走 虽然在场的人中 精灵年纪最 葱彩甘肿舍 所以嘛 大家也就知道听她的了 虽然心里是千百个不愿意 于是 芳草被搬进了米苏星华美的大宅里 睡觉 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 当严峻亚然这么问时 米苏星比她更震惊 你早就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严峻神色凝重地拉住她的手 将她往书房带去 昨天晚上 我收到一封急信 是京城泰普寺传播来的消息 上个月 高昌爆发了马温 全国马匹 鸡无幸免死了大半 他们甚至怀疑 连羊也被这种病症波及 因为许多 吃了羊肉的人 也都生病了 高昌请求朝廷派兽医过去帮他们 如今已经派了三百名兽医 以及五十车 药材过去了 泰普寺要我们这些助手在西境的兽医 随时注意这边的情况 下指示 不能让高昌的马羊进来 使我方的牲畜受到感染 也得快些找出病因 说明完自己这边的讯息后 严峻问他 素星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不能说 他发誓 今生不会对第二个人说出 精灵生怀异能之事 所以 连严峻也不能说 我怎么知道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得告诉你 这次的祸事 咱拢周恐怕幸免不了 幸好不是针对人而来的瘟疫 这使他松了一口气 我们必须快些把拢周所有的畜生 赶往别的地方避难 当然找出治疗的方法 更是当务之急 要把这些牲畜 寄放在什么地方 要怎么说服幕户听我们的 现在是夏天 每年只有这个时候 各地的商队会来拢周买马羊 正是价格最好的时候 如果要他们只顾灰 可不就是要幕户们 今年勒紧腰带过冬吗 不会有人同意的 郡少 我知道可以怎么做 却想不出让所有人同意配合的方法 是的 高昌那边有马温 相对提高了咱这边的马架 任谁都想趁今年赚上一笔 不会想到 瘟疫会传到这边来 其实严峻也不确定 一定会传过来 固子凯白奶 完全没有开玩笑的神色 我们试着去说服所有幕户吧 如果他们不肯听的话 就不理他们了 我们已经尽了道义 虽然我很不愿意这样 可是他们的拒绝 会造就我们的发财 我不想发这种财 可若情势只能如此 我也赚得不心虚 不能这样 严峻摇头 好 我们当做马温会扫向龙州 我严家在六盘山 有一处废制的墓 新角角轮 应可容纳的下数万马羊 那片山坡 每到冬天都寸草不生 夏天草也不丰 但算是可以支应一时 我们请幕户 把马羊赶到那边去避难 若是到了秋天 马温还没控制 强托细街 向那边的官方牧场借底 那里的私牧间 是我的朋友 军少 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 是如何说服幕户 米苏星觉得 这点最难 我可以的 你可以 凭他老实地过头的口才 不一定说服得了 但一定会在三天内 把大部分的马羊 给赶到六盘山去 我不相信 他双手插腰 严峻笑了笑 突然问道 要不要打赌 打赌 这个毕生没见过赌方 长成什么样的人 要跟他打赌 打什么赌 有意思 他点头等着 赌 若我做得到 你嫁给我 震惊 不敢相信自己 听到了什么 严峻轻轻拉过他一只手 在他洁白的手背上 印下一吻 像印下一剂誓言 若我做到了 请嫁给我 苏星 他没有回答 无法回答 虽然眼睛还睁着 瞪着 但他其实已经昏厥过去了 非常理所当然的 严峻的说法 没得到幕户的支持 有马温 在哪 偏踢都模仆 那不怕不怕 正好助我们今年发大财 拜托 现在正式赚钱时候 干啥要逼到六盘山 不不 你自己去逼好了 别妨碍我们卖马羊 去去去 别说了别说了 如果你真的跑 那吴家 马羊最多 你去说服他们好了 严峻说服的对象 当然没有落了吴家 他到吴家拜访 被门房刁难了好久 才终于见到 吴家的三个当家 吴大夫人也在列 一群人对他的勇敢 感到不可思议 几乎要佩服起来 严公子 你说 要我们暂时 只挂卢路然云木科卓辉 然后 也要我们把那群 好不容易 从各地牧场赶来笼州 等着贩售的马 都送到六盘山 就因为你认为 咱们笼州也会有马温 你说有就有吗 瓜辉奔也换上 咪诺闹魁葵葱霞木 非 魔灰 哈哈 人家说严六少老实过头 是兄弟里最不成才的一个 今日一见 果真是连陷害别人 都老实地让人知道 还以为别人会乖乖地上当 我的天 严六 你今天是特地来讲笑话 给我们兄弟听的吗 吴三当家笑得上气 不接下气 吴夫人开口了 严六少爷 如今你有了金夫人的 金元已坐靠山 应该不怕 与我乌家 对上才是 商场如战 度业并颈就练 你又何苦上门以这种 严芳辽 严峻脸上 没有任何被奚落的恼羞成目 一贯的平静沉稳 我无意一把戏搅弄什么 想必你们早就知晓 高昌国马温横行的消息 所以才会再进来 以高价四处购马 就为了掌握这个商机 乌大当家完全不否认 老实告诉你 六少高昌那边 已向我乌家定下种 马母马 各五千匹 朝廷那边也因为情况特殊 所以允许 有这笔大量输出 我们已经收下 巨额定金 不可能终止这笔买卖 乌大当家 你可以不终止 但最好展颜 交货的日期 也许你并 无法如期提供 健康的马匹给高昌 到时恐怕会造成 你巨大的损失 每个乌家人 听到严峻这么说 都不悦地皱眉起来 最后由乌大当家说了 这就不劳颜六少泡木 巫总管 送客 当天晚上 严峻将所有兄弟找来 米家 在父亲面前提起这件事 并要求他们 配合某件事 米家人也被邀请 在旁一同听着 泡南侠 谢包拿姿凯按笔挥不戳 不过却躲在母亲后头 完全不敢 与严峻的目光对上 严老爷子听完严峻的话后 久久不语 而严家所有弟兄都皱着眉 争相提问 虽有心支柱自家兄弟一把 但想到 严家就迷想吹脆道 怎看再有损失 最后 由严老爷子做出决定 他凝重道 你们帮不帮自家兄弟 这个忙 愿不愿意与阿俊合作 我不勉强你们 至于我 阿俊 爹把严家最后 剑庞与敏伏 不只要你振兴严家 也要你全力救咱拢地所有 性格 务必使徒们避过这场灾难 交出所有严家警 欢街谋仆还窃 并签下以自己信誉为抵押的 让严俊去办事 一个时辰之后 其他兄弟也咬牙 交出了自己手边 地路谋偏 赌了 虽整个晚上都没合眼睡觉 但严俊第二天清晨 天卫亮便带着 所有目前用得上的人 再度去拜访幕户了 他决定以买卖的方式 把那些牲畜都买下来 以现有的金钱 以严家的土地 财物 而这些当然不足以买下 全笼地的马羊 所以他拿出有父亲 武木贤 以另一种方式与他们交易 今天买下一匹马 明年冬天 必还以两匹幼马 不以钱财为定 仅以严老爷子的信誉为事 以一划二 或以户事上的行价购买 可认则其方式 虽然乌家同时有动作 出了比严俊 更多出一成的价格 跟他抢马羊 但那些 受过严俊恩惠的幕户们 大多还是把牲畜 卖给了严俊 并加入帮忙赶马羊 到六盘山的行列 毕竟牲畜数目太过庞大 不是几个人就赶得动的 非福甘理 不过一天的光景 所有买到的 性格伏计下费躺娇 当严俊在忙着时 米苏星也没闲着 他跟家人的动作 也十分机敏 到南方护士 去把所有南地 送来的外族马 全都买了 至于病原 即将飘过来的西方 那边的马 当然完全放弃 他非力郎脱侠丝蟹解末 不过嘛 他是赃快 本来就爱钻营 善良有限 义务进过就好 能赚钱的是 向来不会少他一份的 他怎么会放过 这个大好机会呢 是吧 大家就个忙个的吧 第十章 大量的性格伏计被娇先 严俊留在笼舟 并没有闲着 他请来上百个木工 在各个长着丰美木草的地方 大量采个木草 全往严家 目前有的空马旧 空房堆去 每堆满了一间后 严俊立即 做储存上的处理 不使木草 发臭腐烂 然后便牢牢地 将门户密封起来 未完脸先皇起影 不再让人出入 两天的攻势下来 共堆了上百间屋子之多 同时派人送口 兴致屋架 见且采取鱼脸 可惜仍不被接受 做完木草方面的工作后 他到三交易的护士观察情况 发现马温的传染速度 比他预料得更快 因为发病情况明显 所以三交易已然乱成一团 路边倒了 堆成小山式的暴毙马尸 也有更多即将病死的马 奄奄一息地躺着 而欲哭无泪的马主人 都只能待在一边 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巨大的损失 严俊决定 留在三交易 研究马发病的情况 让几个随从自行回到龙州 告知当地人这个消息 见新朔纪烧约霸鞋肉 尤其是此时牧场里 正有上万匹马钓乌家 他还是不放弃说服他们 所以他特地脱下属 带信给留在赤城的米苏星 见烧园卷 IOTA咸黄宋许 努力说服他们 同意暂时把马羊赶到北方避难 他相信他一定可以绊倒 也见烧园兰 不负他所望 米苏星绊倒了 可惜已经来不及 瘟疫来得太快 乌家响彻已然太迟 先是一匹马无故暴毙 然后一匹接着一匹 早上倒下 下午死亡 死亡的速度快到叫人措手不及 连隔离都成了图然 短短数日之内 乌家牧场上万匹骏马 上千头肥羊 已死去近一半 灾情正无限扩散中 瘟疫很快横扫笼舟 瘟疫来得既凶又猛 来得惊心动魄 史无前例的惊动惊机 下令犹太普寺 直接主导这次灾情的防治 并围出封锁线 不让笼舟的牲畜出笼舟 连人都嫁以管制 不允许往东方走 以防止灾情继续往东方扩散 而 如果短时间之内 灾情还无法遏止的话 下一个指令 将是完全扑杀拢得以稀的所有牲畜 以消灭传染媒介 在病因还没找出来之前 太普寺下了几道命令 暂不许人们吃性葛灵 也建议牧护 别让健康尚未染病的牲畜 吃外头的牧草 怕牧草已遭受感染 又或可能正是罩病之原因 当其他小幕户们 随着一天比一天还惨的消息 而大拍胸脯押金称性 无比感激 严家六少先见之名的恩德时 乌家正陷入空前巨大的损失 与空前悲惨的境地 大家都在窃窃私语 以同情至极的口气 流传着一则讯息 可怜的乌家 可能会在这次祸事中垮掉 从笼舟第三仓户 变为笼舟最吃贫的人家 不说他们的马羊大都得病了 就算没染病的 以后有谁敢买 听说他们 还收了高昌向他们买马的大笔定赢 若是交不出一万匹马 得赔好几万两出去那可怜哦 米苏星领着一些自愿帮忙的幕户 到乌家帮忙处理灾情 经过这几天严重的打击 乌家几个主子不是病了 就是贪了 虽然也努力在处理灾情 但因为知道 不管怎样忙 都只是徒劳无功 所以完全没劲 看起来像是打算随时找根 衡量全家集体了结性命的样子 他们见到米苏星来 心里不悦 但也没力气发作怒火了 只惨淡问道 你带这么多人来看我们的笑话吗 我现在可没笑的心情 米苏星没好气 对精神还算振作的乌夫人道 我带这些乡亲来帮你们照顾马阳 还有 外头有三十车木草 是郡少交代 帮你们运来的 不够的话 我们会一直送过来供应 眼下最重要的事 是不要让更多牲畜染 刘俊囊一切莫卷拍 乌夫人 乌夫人如今脸色苍白 以乌当初义气风发的 软 声音尘尔雅 只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该知道 乌家如今付不出钱财 买你的牧草 谁跟你谈到钱了 这些牧草是严俊为 你们家牲畜准备的 从来没打算要诉钱 哼 他又不是什么钱 都敢很赚 善于做地起家的乌家 誓言六少 为为什么 乌夫人不明白 严俊这个人 心里在想什么 那是因为严俊喜欢牲畜 喜欢他的家乡 不忍心见故乡遭受到浩劫 他想振兴家业 但从来不赚取不义之财 为了让家乡躲过这次灾害 他不惜倾家荡产 以购买的方式 买下所有的马来 让大家不必遭受财产的损失 因为他说过 再咱大西方谋生 本来就不容易了 怎么可以 让大家日子过得更苦 所以他什么傻事都愿意去做 被绩效奚落侮辱都没关系 只要大家平安没事就好 米苏欣这番话 当然不是说给乌夫人听 而是打算说出来 让人好去大传特传 商人本色嘛 就是要善用舆论的力量 为美好的大卫来铺路 帮自己 与严俊的从商之路 架出一道火速 且牢不可摧的心域天梯 他可不像严俊 做什么事 都不求人知 不求人回报他这些日子 忙得快死掉 总见性怀灵几妹 我托 当然 他也得到了 因为所有人听了 也都满满的感动 眼眶寒泪 几乎没抱头痛哭起来 好 他很满意 继续干活去 不过 经过这些天 没日没夜的劳动 他全身真的酸痛透了 难道他真的老了吗 哦 肩好酸 背好痛 走路时 好像还会嘎吱作响呢 你想怎么样 方草手抱 两件羊皮 不敢置信 自己会沦落成今天这等惨样 瞧瞧他 身上穿的是脏兮兮的短衣皮球 下边甚至不合一的穿着垮裤 就跟那些忙着劳动的村妇没两样 真是 真是成和体统 他这个娇贵的大美人 被除 伤才聪有见 米苏星将板车上最后一捆木草 给爬进羊棚里 然后好酸好累的 举起湿透的衣袖 擦着脸上的汗 稍事休息 什么怎么样 走到放茶水的地方 对他道 来喝口茶吧 我喝不惯羊奶 拐武招又跃此却没见履 这是江南的君山银针茶 不是羊奶 倒出两杯茶后 茶香很快在满是羊骚味的空间里弥漫 只往人骨子里钻去 香的人齿甲生金 唾液猛命 本来带回这儿是要拿去做买卖的 但因为 这些年养成了喝茶的习惯 也就舍不得卖人 留下来自个儿喝了 芳草完全无力抗拒乡民的诱惑 不由自主接过米苏星递来的茶 很快喝完一杯 不过他的口气仍没有丝毫好转 充满质问 你为什么独独把我留下来 不让我随其他人到六盘山去 十天前 米苏星便安排家人与精灵他们 随着赶马羊的队伍 一同去六盘山避难 怕这瘟疫 也会对人产生影响 所以为精灵 就将他们送走 不过芳草却被留下来 而且还非 谎夜谋幻兹 凯巴献彷徨追会 我怎么能让你去 要是你对我心肝宝贝 动歪脑筋怎么办 随便想也知道了好不好 还用问 你怕我对精灵不利 精灵果然是方飞的孩子 对不对 芳草眼睛一亮 精灵是我的孩子 再给她倒一杯 我不相信 随你爱信不信 不过 就算精灵是方飞的孩子 你又能如何呢 我可以带她回去 我可以 让她带你死 让她延续你方家的悲剧 去当那个女巫的食物 你是这么想的吗 把你如今锦 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送去死 我芳草想音似的 她想的 却无法发出声音 如果精灵是方飞的孩子 那么 她就是她如今在这世上 唯一紧 那姿四 唯一的 芳草 我会做的 我会做的 我不想死 我不想像其他人一样的死掉 你没经历过 自己的皮肉被划开的痛 你不知道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流出来 有多可怕 你没看过一个人血被吸干 是什么枯竭软 你不知道 那有多恐怖 你什么都不知道 狗讲精魔曲 不止在对米苏星咆哮 也在对自己的心软警告 芳草 不管你心里在打什么主意 我都不会让你达成 你知道 奶良武功高强 还有成风 别看她思思文文的一副南方书生样 她可也极有能耐 他们分别受方飞与我夫婿所托 历史要照顾我们母子 你不会有机会得逞的 那我就挟持你 要挟他们把精灵交给我 狗讲监和恶灵欧楚 反正她 一直是讨厌米苏星的 恨不得她消失 那你就试试吧 米苏星叹了口气 我知道你讨厌我 可我也不喜欢你啊 但却又不得不 把你带在身边 相信我 我也是非单一位 芳草冷笑 你想要监视我 因为你 不要我有机会接近精灵 更不要我接近严峻 对不对 米苏星向天空丢去 一抹无奈的白眼 又叹了一道长长的气 才对芳草说道 不是 不是 完全不信 我把你带在身边 是因为我答应方飞 我会照顾她的家人 只要是她的家人 我都会尽全力 照顾她 不让她遭受恐惧迫害 这个语诺真是沉重哪所以 芳草 不管我喜不喜欢你 我都会照顾你 哎 她这个人毕生的弱点 就是太重义气了 要反 此 芳草愣 薄蒙才春爬菜挡怀笋 她才25岁 可行动却比个52岁的老玉 更勾期盘山 沐浴完后 没那个富贵命 可以马上爬上抗呼呼大睡 只能一步一顿一挨地 往书房挪去 白天在乌家牧场忙牢里 晚上还不得歇息 为了马匹的调度 而夜不成眠 对于高昌国所需要的马匹 乌家已然没有能力提供 所以 乌家上下最先振作起来的乌夫人 这几天找她商量这件事 见烧孕妇 母Alpha 可卷5 巨壤底 乌家愿意 把这次获利的七成分给她 只见许夜群勋文鸭 不知使乌家的信誉 破产在商场就是这样 没有钱 可以再赚回来 但若是信誉受损的话 那是什么都挽不回来的了 米苏欣同意帮这个忙 当然同意帮这个忙 因为这笔获利 可观得让人难以想象 乌家有三成利润便可顾 已被日后东山再起 那七成将是多巨大的营收呀 虽然钱财摆在眼前等她赚 不过她不敢打包票的 安欢假奸缴情绪一平 目的 毕竟当初大部分的良居 都被乌家高价抢走了 然后 五成以上病死 一成发病中 地律善客熬此谱壮 但已不能出货 高仓不会接受的 想要再调到品质相同上等的 马匹并不容易 何况还是那么庞大的数量 所以 她每晚回到家中 都要拨拨算算 拿着卷子 咬着毛笔 脑手苦撕掉度问题 她手边的良居有三千匹 郡少那时买的所有马匹里 大概有四千匹剑马 符合高仓人 对品质要求的最低标准 那还有三千匹 该怎么生出来呢 头痛啊 头痛她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之后 开始哀哀 叫不已 哦天 何止是头痛 她全身没一处不痛 素心 敞开的窗外 传来一声轻患 突如其来的声音 在寂静无声的夜里 漠然发出 任谁听了 都会吓得三魂七魄 全部各自飞散 拿招魂帆也招不回来 可米素心没有被惊吓半分 不是她的胆子比别人大 只因这声音太过日思夜念 也让她分不清这声音是来自自个儿的想象 或是真实 她只能正正看向窗口 如果那边无人 就是思念 有人 则是真实 她无法相信 严峻真的出现在自己面前 真真正正的出现 而不是先前的想念 不是梦里的看见 快半个月不见了 虽然她偶尔会派人传来最新讯息 两人之间的通讯 算是频繁的了 也都知道 彼此一直都是平平安安的 没有任何灾样 可是 她还是会想她 虽然同时很怕见到她 想她 是一种戒不掉的习惯 曾在九前年止 却在九年后的现在又接续 怕见到她 则是为着先前她似是细言 又似是认真的打赌 她说 如果她能把拢周目护的马羊 都给顺利赶到六盘山 那就请她嫁她 请她嫁她 哦 就是这一句把她执意平静的心再度激的 怀肠 害得她这辈子第一次感到狼狈 既想她想得要命 却又怕见到她 好想深深瞧着她 又好想重重堆她一顿 这个男人快把她绞疯了 只需要轻轻说一句 比风还清淡地请嫁给我就能把她彻底绞疯 如果世上有因果这回事 那她前辈子一定欠她很多很多 幸好世上只有一个严峻 幸好 你在想什么 严峻站在窗外 声音滴滴轻轻的 她身上有长途奔波所沾染上的尘土 婉着的长发四散 脸上冒着胡姿 把她的俊美妆点出狂意 让向来平稳无波的她 此刻看起来好狂也好让人心跳失去 我在想 我这一生遇到的都是好男人 却没有太好的感情运 隔着一扇窗 外头的明月 里边的烛火 将两人照应的半事分明 半事隐蔽 她该问她瘟疫的情况如何的 也该跟她说 乌家目前的灾事 更该历时告诉她 做成高昌这笔大生意的好消息 严家就要比以前更加发达了 可不知怎地 她却发自心里说着 与这些事都无关的话 反而真正紧急的正事 都忘了该如何组合成字 她愿意敞开心 与她谈这个了 严俊心中一动 平静的声音里 有难以克制的微颤 告诉我 她对你好吗 此时此刻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你问严年吗 她笑 脸上 有一种怀念的伤感 她很好 很好的 这辈子 也只有她会对我说这样的话了 她说 你用16年的时间 去爱上一个男人 那就让我用16年的时间 等你忘掉她 然后 我们白头偕老吧 我同意了 我心动了 不教她等16年 我决定与她成为真正的夫妻 见当母心损痛俗怕 爱她既甜蜜又酸楚地 叹着 刚开始 我是为了方飞的恳求 而嫁给严年的 但那只是障眼法 并非真正当她妻子 但后来 方飞过世 她见一肝鸟咸忧 因为她说 我与严年有夫妻缘 如果我爱上她 那么我们就能白头偕老 可是他们在方飞 过世三年后 才滋生出情分 才真正成为夫妻 当她决定 把严峻从心底深处 彻底拔去 全心全意去爱金严年时 金严年却得病不起 病故了 她撑不下去那天 还不断地对我说抱歉 其实 应该是我对她说抱歉 才是因为她来不及爱上她 没有好好照顾好她 方飞懂不是 说她与生俱有强劲的生命力 那是一种 贱母Alpha 如果她爱上金严年 那她就可能改变她 本来命受薄弱的格局 你没爱上她吗 严峻 只抓住这一点 往心底放 其他的她想了解 却无意记 还聪俏 滋服蕴木 亦或是她对王父的喜欢 她都不想记 我很喜欢 很喜欢她 她看着她 一点也不隐藏 对金严年的怀念 她让我重建信心 相信自己值得被爱 让我相信我的爱 很珍贵 有人渴求得到 想之而重之地 往心里投放 但你没爱上她吧 她声音很轻 不自觉地握紧拳头 胸口有着难以排解的抑郁在冒涌 她无意地伤害 却造就了肃星 对另一个男人深深的感激 我对她有很深很深的喜欢 喜欢到曾经深深渴求 能够生下她的孩子 当然 我也有她的孩子了 她别开脸 不愿她探索到 她眼中突然带了点心虚的闪烁 严峻不是没发现 她在每次谈到孩子时 都会产生的不自在 她们太熟 熟到即使分开九年不见 仍然还是抓得住一些表情上细微的变化 就算被极力掩饰 也无济于事 不过 这并不是她们谈话的重点 也就不追究了 再者 肃星也不会 建防 她不为难她 她休不了 我曾带给你的伤害吗 谈话的重点 仍是在两人之间 她深吸口气 再度看向她 轻轻说着 时间 芳菲的安慰 延年的情意 再是养育铃儿带给我的满足 这种种都能修补那些 曾经让我觉得被伤害的过往 逐渐释怀年少时的埋怨与遗憾 逐渐觉得 那些年少时求之而不可得的事物 想来没得到过 也无妨 会告诉自己 就是因为那条路没走成 于是才能来到扬州 于是才能遇到这么多人 这么多事 有这么多的得到 这样很好 很好的 说到最后 笑了 这人生啊 怎么说呢 一条路没走通 总还有另一条路出现 很多事可以感到遗憾 但其实无需执着死守 很好 他到 很好 他不知道他这么说的意思 你的释怀 很好 而我的难过 也很好 俊少 他不懂 当你的遗憾箭淡 我的遗憾却日深 这样很公平 是我该得到的 严峻脸色凝塑 对他坦言着 这九年来 我觉得不好 很不好 你莫名离开 一去不回 离开后 烧给我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讯息 便是你要嫁人了 你不再回来了 你要去爱别人 属于别人 向我说再见 你向来说到做到 我从不怀疑这一点 从接到你信的那一天 我的心 昔美战战吹吹 不明白那种失落感叫什么 只能认他一直空在哪 只知道 从此以后 我不止失去一个好友 连快乐都失去了 苏星 你当年 写来那一封信 其实是一种报复吧 他心末地一己 错愕地瞪着他 娜娜不能成言 我 我怎么 怎么会这次 他的心虚非脚响 完全掩盖不 欧瓜斯 却被窗外的严峻一把 给抓到跟前来 两人隔着一道窗框相对 他抓着他一只手 不肯放 不让他逃 你让我失去一个至交好友 你全力助我离开这里 到京城学一 你让我一辈子无法忘记你 却也要我一辈子 再无法见到你 在我天真的以为 两人不成亲 就能许性怀 苍又莫刻驼艳 你已远离来承重 来一棒打碎我的天真 我活该 我承认 我得为我的迟钝 与天真负责 我得为我的误认 而苦偿这九年的苦闷 我该得的 我无怨 但现在 苏星 你是不是可以 偿我一个公道了 米苏星脚下 没能移动半舵 因为他把他 抓得好紧紧 却又没弄痛他 只是不让他逃开而已 坚决地不让他 有机会闪避开他 像是今生 都别想逃开般地紧握着 什么公道 他觉得慌 也觉得生气 那骨气积了好久 藏得好深 想要一辈子埋葬 却没意料到 今生居然会有 被挖出来的一天 我欠你什么了吗 严峻表情认真 伸出另一只手 怀念的触服 他百里透红的面颊 有的 你有欠我 他点头 无视他的气怒 慎重向他索讨 请你把我的知己好友还给我 把我的心还给我 九年前 你将他带走了 如果可以的话 也请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 在我终于明白 我对你有着比知己更深的情谊之后 我是爱你的 肃心 我爱你 震惊 要不是他牢抓着他 他一定会跌坐在地 再也爬不起来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在有生之年 听到严峻对他说出这句话 怎么可能 不可能 故图 表情严厉 我花了十六年的时间 都得不到你的心 怎么可能在分开的九年里 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就让你突然明白 你是爱我的 不可能 为什么不是在分开的前一两年 为什么不是我在扬州苦苦等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 在我还没对你死心之前 那是因为他持存 那是因为 当时他以为 成亲会让他失去知心人 会让肃心在严家的争产风波中 委屈受苦 更因为 他太珍惜与他的情意 不想有任何改变 招致了伤害 不知道那是爱 不知道他的维护会逼他离开 逼他恨他 这些年 他也是恨自己的 所以他不快乐 非 谋唤顿 也自虐地认为这是他应得的 从不愿意让自己快乐 此刻 严峻并不想对他说着 这些年来的种种 他想传达让肃心知道的讯息 只有一个肃心 我愿意以今生的时间 等你 你的爱恨 我都接受 他蹲在花一生 牛低道连 蓝天白云 扶不去他阴霾的心情 香花美食 抚不平 他对家乡的思念 多见蒋 盘泻母 木仪器参流 也包括一个他 他想家 他想着 所有家乡的人 才不是只想 那个一胎怨恨的人 才不是 怎么哭了 好温柔的声音 在他身后扬起 他的肩膀 被人轻搭着 他泪眼淒淒地 回身望过去 知道来的人 是他最好的朋友 也知道 他不该随便 出来吹风的 至少现在不成 他身体太弱了 飞 你怎么出来了 快回房去 一把抹去脸上的尸痕 他马上就要 服好友回房去 不了 难得今日天气好 让我们坐在这儿 谈谈心吧 芳飞绝美的容貌 总是惯 木料门 让他单薄的相片 随时会被风吹走的 白云煞 飞米素心 想念念他的 但却被阻止了 我只是身体差 不是心情差 该是我念念你才是啊 我的好友 啥 你素心觉得好笑 你想用你 这副柔软 得不俱力道的 嗓子念我 真说笑了你 素心 能让你笑也挺好 瞧瞧你这些时日来 总是不快乐 他想笑着说没有 可却一个字 也说不出口 因为没有任何事 可以瞒过芳亦飞 他口头极力否认 又是想骗谁呢 飞米总说 我的命好 可是为什么我却觉得 我总有一天 会心痛到死掉 好命的定义 到底在哪呢 你太健康 所以永远不可能 轻易死去 你很坚强 所以不会因为心痛而死 芳飞握着他的手 一冰一热的向威 热的一方 很快将冰的一方 给威热了 给那个男子一点时间吧 分离会让人懂得珍惜 你是要我等待 是你的 终究会是你的 芳飞笑了笑 有些虚弱了 所以 秦守卿 靠在米苏星肩上 在那之前 放过自己 给自己别的机会 做选择吧 我不懂 飞 你要我别再想严峻吗 现在不要想 让他想你就好了 芳飞笑得好神秘 边笑边喘 身影渐渐地淡了 在米苏星面前 逐渐淡显了云烟 散意不见 飞 飞 你去哪儿了 飞 飞 呼噜一挂 谢眉 熬爬黄殴 猛地坐起身 张眼一看 天还黑着 是半夜 是梦 好冷他抱着后背下炕 捡了些碳丢进炕下 让屋子对于温暖一些后 才正正地倒回炕上 是了 当年 飞对他说过一些很重要的话 他都忘了 从他打算忘掉严峻之后 便把那些话都忘了 讨厌 不要想 我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雇你够 继续睡觉 将棉被拉高 连头也盖 美肉仗弦 发誓自己 要马上睡去 不知辗转了多久 好歹终于睡着 却在梦里清醒 错乱 片断 断续 苏星 我愿意用16年的时间 等你忘掉他 然后我们白头偕老 延年 他的好令他想哭 更怕自己会辜负他 就像以前某个男人 对他的辜负那样 所以 他不要伤害他 他要接受 他要向他走去 回报他的爱可这时 身后传来那熟悉 且醉意他揪心的声音塑星 我愿意以今生的时间等你 你的爱分 我都接受 不要这样 不要对他说这样的话 他承受不起 所以他没回头 坚持要向延年的方向走去 苏星 我爱你 我是爱你的 寡侠 赵兄 以他的声音 说出他渴望了一辈子的爱语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孤雾 泡母母猝措盘忧心 急来 咪紧 吸那 Q 他病了 一直病着 没有好转 因为他没有全心全意地爱上他 是他害的 敢忧 延年 你要好起来 你一定要 我不要你死 你不要死 你说过 我们要白头偕老的 你承诺过我的 不要连你也要背弃我 我不要你死 顾祸 紧抓着金延年 命令他不可以死 金延年张口似乎说了什么 但他哭得太惨烈 什么也听不到 好像是对他说了好多抱歉 可他不要他的抱歉 他要他活着 要他履行他的沉默 肃星严峻在叫他 你走开 走开 肃星 对不起金延年再对他说抱歉 我这辈子 不要再听到 男人对我说这句话了 不要再听到了 顾 走开 都走开 不要再爱人了 他不要了 不要了 你没爱上我这是金延年 你爱我 这是严峻 我没有 我谁都不爱 不爱 他想大声发誓 却哭得什么话 也说不出来 这日 他睡了好久 在梦里哭泣 醒不过来 第十一章 是的 当年烧信给严峻 告知严峻他要嫁人的消息 是为了报复 但 那样的一封信 对在乎他的男人 才叫报复 对不在乎他的男人而言 却是一种解脱 那时将信烧出 他暗自期待着 就算严峻看完信后 觉得解脱 也见梅智 换松嵌低脚 从此失去他这个朋友 而在心口 涌过那么一些些的失落 那就够了 得不到他的爱 那至少得到他一小块的遗憾吧 他倒没想到 那封信 居然会从此 治过了严峻的感情 让他的心从此失落 报复 居然是成功的 以前或许会觉得快意 但如今成熟了些许 却觉得对他过意不去 那日深夜的告白 以及他接连数日的梦中哭泣 让他疲倦不已 却又旁佛解开了什么 从此新生 白天 他们都全心在忙着处理疫情 他们是合作无间的搭档 往往一个眼神 便能意会所有 无需太过废口舌 交代他心中淡淡飘着甜意 眼中却是冷然公事公办的神器 全然的端肃炎症 没让任何人有理想的机会 也假装没看到 严峻对他藏不住的情意 严峻找到了可能的治疗方法 所以回到赤城来 目前正在乌家牧场测试着 空荡时 也跟他合计调度马匹 以指引高昌国需求的问题 他所调不到的马匹 他有门路可以调到 这才知道他这八年在京城并没有虚度 交了许多朋友 也帮了许多人 深受朋友信赖 而那些人都乐于帮助他 愿意与他有各方面的合作 严峻做人踏实敦厚 却不表示 他不适合在商场生存 他其实很有自己的一套 如果说 乌家是以利为合作机 任光约翰木具 在谈与人合作的话 那严峻就是 先通人和 以人为本 从人脉串接出四通八达的路 每个生意的进行 都先推敲对方有无获利的可能性 若有 再谈合作 肯定顺利 若对方不可能赚钱 那他就会想出 对方也可以获利的方法 绝不让对方做白工 做生意 会先考虑别人的得力 可以说是生性敦厚 但也未尝不可以说 这是一种高明的经营之道 能使自己再获利的同时 又堆高自己的声誉 实在高招 米苏星在一边观察严峻的形式作风 心里不得不承认他这个童年之己 确实有许多他并不了解的地方 想来 就算龙弟没有拖来这一场要命的疫情 严峻也还是有办法在日后振兴年家的家业 不 不止振兴 还发扬光大的不得了呢 他让严峻暂住他家 不让他来来回回奔波于赤城与天水之间 晚上 在该休息时的深夜 有时他会故意早早回房睡下 有时会因为严峻在乌家忙得忘了时间 没有回来而待坐在书房 杨庄在看什么令人头痛的杖 他在躲他 却又不见动 严峻当然知道他的闪躲他 没有逼迫他 马上给个答案 因为那日他说了 要以未来的时间来等他的响应 所以 他有一辈子的时间可以等他 有时 他会在书房外头静静陪他 有时 他深夜 从梦中哭醒 会看到严峻满脸泡母闹 黄怀立此 大掌轻抚着他脸上的泪 不问他做了什么噩梦 只是陪着他 为他是累 好像光是陪着他 为他是累 就可以把今生过完 没有怨悔 多好的一个男人 多狡猾的一个男人 知道他心软 还要这样对付他 你们两个到底要耗到什么时候 再这样下去 我就把他抢过来了 你别忘了 我也很喜欢严峻的 狗奖福倩品欢追闯 还呢 你是喜欢严峻 可是你爱的人是陈峰 米苏星懒懒地说着 完全没把芳草看在眼底 话说七日前 因为精灵吵着想找娘 所以陈峰只好千里迢迢地 把精灵从六盘山快马载过来 好一个巧合 那日陈峰将精灵送到米苏星怀中后 回宅子里 正想放下行李 梳洗一番时 便见到三点四个凶狠的女刺客 正满屋子在追杀芳草 陈峰两三下 便收拾了入侵民宅的刺客 交付官府 同时也顺手救了他 芳草当下 便为着陈峰卓绝的身手而倾倒 从此打定主意 追着陈峰跑 宣布不跟米苏星抢男人了 至于这个费来燕 元坦夺允欠这枪 米苏星就不管了 他老兄自个儿珍重 只要芳草 读者不记得无所谓 但我想 这样难得的事 定会在我们四人的记忆里 留下最珍贵的一笔 永至难忘 从细缝到喜从天降 一贯的喜气连连 也相同地以红色为基底 传统与创新 有的舍去 有的延续 我喜欢这种感觉 所以这次套书写来 特别喜悦 谁知道 当时间又更向前走一些时 以后会怎样呢 所以朋友 让我们珍惜现在吧 意外创造戏凤 是件好玩的事 如今写出喜从天降 有着感恩的心情 如果7.8年后 居然四个人 还可以有个什么 XX的套书 蹦出来吓人的话 那就是奇花 旗鼓UJ 浅幻可由中恶秘 我想 好了 让我以一个小小的 见簇元圣额 看过戏凤的人 但愿你此刻 也在看喜从天降